孟长军名文姓田氏 孟长应该是他的封义名 但是这个地方究竟在哪儿 现在已经不可考了 他的名字叫文姓田氏 这个姓跟氏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太史宫的史记里边 他对姓跟氏还是没有做严格的区分 其实在这个古代 一个国家他一般来说只有一个姓 而这个氏却有很多 比如说这个楚国 他的国姓是米姓 但是他的氏有蛆氏 有熊氏等等等等 像这个鲁国 他的姓是姬姓 但是氏却有很多 比如说像张氏 像孟氏等 所以姓跟氏是不一样的 文之父曰靖国君田英 田文的爸爸叫靖郭君 这个靖郭应该也是一个封号的名 但是也有的历史学家认为 这个郭是郭水义的一个秘名 田英他的封地是在靴 而靴这个地方距离郭义是最近的 因此叫靖郭君 所以田文的爸爸叫田英 田英者齐威王少子 而齐宣王树帝也 那谁是田英呢 这个田英是齐威猎王的小儿子 而且是齐宣王的树帝 关于这一点其实是存疑的 有些历史学家考证呢 这个田英不应该是齐宣王的树帝 树帝呢就是指他的爹齐威王的妃 或者是这个姬妾所生的这个子女 田英自威王时任职用事 田英从齐威猎王的时候就开始担任职务 任职呢是担任职务 用事是指管事 与成侯邹记及田记 降而旧含乏位 那么田英和这个成侯邹记 邹记呢是齐国的一个将军 跟这个邹记 还有另外一个人呢叫田记 他们几个人呢 降 降的是指率领这个士兵 或者是做将军 而旧含乏位 这里的含呢 其实应该是赵 应该是旧赵乏位 魏国呢讨伐赵国 那么齐国呢为了救赵国 所以呢就演出了一个 为魏救赵的这个军事上的一种战法 这个成语呢也是来自这个典故啊 成侯与田记争宠 成侯卖田记 成侯呢就是齐国的名将邹记 跟另外一个将军田记 这两个人呢争宠 那么成侯这个人呢不地道 他是卖田记 卖呢就是陷害 尤其呢是那种用记毛来陷害别人的行为 叫卖 把这个田记呢就给陷害了 田记拒 习旗之鞭翼 不胜 亡走 田记呢这个时候就有点害怕了 所以呢他就袭击了齐国的边境城市 但是呢他没打赢 所以他就逃跑了 据说呢这个城市应该是林姿 但是呢也有历史学家考证 像这个历史学家钱穆 他就认为田记袭击齐国的这个事 在历史上应该是不存在的 惠威王族 宣王力 那这个时候呢赶上了齐威猎王 就死了 齐宣王 齐辟江 他呢就做了齐国的下一代的国君 所以他的嗜号呢是齐宣王 关于齐宣王做国王的这个时间 在历史上争论是很大的 但是很多历史学家考证之后呢 认为司马迁他所记载的这个时间 应该是不正确的 所以呢我们这个史记一路读过来 大家会发现 太史公在这个记载历史的时候 时间呢经常会出现错乱的情况 所以呢我们呢这个也忽略了这一点 对这个时间啊错乱的非常明显的地方 我们可能稍微纠正一下 对那些这个不影响世界发展的这些时间 我们就忽略不计了 因为太史公在这个记录历史的时候 他时间错乱的情况是非常多的 我们每个都纠正过来的话 那也是没办法纠正的 这里边呢说这个齐宣王做了齐国的国君 这个时间呢 其实也不是太史公说的这个时间 知城侯卖田祭乃复昭田祭以为将 而这个时候呢齐宣王知道这个城侯邹祭设计的陷害田祭 所以呢他就复召就是第二次又把田祭召回来 作为齐国的将军 宣王二年也就是公元341年的时候 田祭与孙殡田英聚伐位 田祭跟这个另外一个将军叫孙殡 这个人的列传呢我们前面读过了 还有田英就是田文的爸爸 他们几个人呢联合起来讨伐魏国 拜之马陵 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马陵之战 而这场战争当中呢 这个孙殡把魏国的将领庞娟呢就给射死了 而且呢齐国的这些将军还抓获了魏国的太子申 根据这个太史公的意思呢 认为这个太子申好像是被齐国活抓的 但是呢根据孟子的这个记载 这个太子申呢应该是在战场上被乱箭射死的 或者是被其他的人杀死的并没有被活抓 孟子在这个原文里边有这样一句话 他说东拜于齐长子死焉 这个长子呢就是魏国的太子申 把这个太子申呢给杀掉之后 然后呢这个孙殡又杀掉了魏将庞娟 关于这段历史呢在这个孙殡和庞娟的列传里边 我们已经读过了 宣王七年是公元前336年 田英始于韩魏 始呢是初始 田英呢就初始到韩国跟魏国 韩魏服于齐 那么韩国跟魏国经过田英的初始 最后呢他就服了这个齐国 听齐国来领导了 田英呢跟这个韩国的国君韩昭侯 还有魏国的国君魏惠王 还有这个齐国的国君齐宣王 他们在东俄南这个地方相会 这里边呢东俄应该是不对的 据历史学家考证应该是平俄 平呢就是水平的平 这个平俄呢是齐国的一个城市的名 地点呢是在今天安徽省淮远的西南 这个东俄呢是在今天山东省东俄的西南 就完全是两个地方啊 那么根据这个地理考证应该是平俄 即便是平俄的话 这场盟会呢也只有魏国跟齐国 并没有韩国 所以太史公记载的这个历史事实呢 经常会出现差错的 蒙而去是指这几个国家呢结盟 然后就各自离开了 明年赋予梁惠王会卷 明年呢是公元335年 齐宣王又跟这个梁惠王第二次 在卷这个地方啊 举行了一个盟会 卷呢是齐国的一个城市的名 在今天呢山东省卷城的北边 世岁也就是公元前335年的这一年 梁惠王死掉了 但是呢根据历史学家考证 梁惠王在这一年并没死 因为他在第二年呢改元了 改成是后元元年 所以太史公呢这个 记载的历史事实啊 经常会出现这种错误 宣王九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334年 田英相齐 田英呢做了齐国的国相 齐宣王与魏襄王会徐州 而襄王也 那么齐宣王与魏襄王 魏襄王呢本来应该是魏惠王的儿子 因为前面呢他说魏惠王已经死了 但实际上呢魏惠王没死 所以这里边的魏襄王呢 应该还是魏惠王 是魏惠王后援元年 也就是魏惠王改了年号之后的第一年 两个国家呢互相称王 也就是我称呼你为魏惠王 你称呼我为齐宣王 因为当时按照周王朝的规定呢 只有这个周天子才能称王 其他的诸侯只能称公侯博子男等等 整个春秋时期 包括这个以前的西周都是如此的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 周天子呢已经被架空了 名存实亡 所以大家呢也不拿他当根葱了 七个国家的诸侯 实际上按照孟子的说法呢 应该是九个国家 也就是地方元千里之内的国家 应该是有九个 但是这里边呢 说是战国七雄啊 那么七个国家这个诸侯呢 势力都变得非常的强大 他们不把周天子呢放在眼里 因此呢逐渐的改变原来的那个公侯博子男的爵位 相继呢都称王了 而在春秋时期呢 只有南方的楚国是称王的 其他的国家呢都是称为公或者是侯或者是博 楚威王闻之怒田英 楚威王听说了这个事之后呢 对田英非常的生气 因为呢他认为齐宣王称王完全是田英在后边搞的鬼 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这个楚国对齐国非常生气 是因为齐国曾经说服越国来攻打楚国 所以这个楚威王才怒而伐齐的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 总而言之呢 他认为是田英在后边呢搞的鬼 既然你田英是国相 那么整个齐国的政治动向都是你田英的主张 明年也就是公元前的333年 楚伐败齐师于徐州 而使人逐田英 楚军呢在徐州这个地方就讨伐 并且打败了齐国的军队 而且呢派人到齐国去驱逐田英 就不让田英做这个齐国的国相了 而田英呢也做出了反应啊 田英使张丑遂楚威王 威王乃止 田英听说这个楚国给齐国施加政治压力 要把自己呢这个国相的位置给拿掉 所以他就派了另外一个说客叫张丑 前去说服楚威王 这件事呢是在战国册里边啊 记载过 他的大意呢就是讲张丑啊 到了楚国 他就骗这个楚威王说 楚国所以能够战胜齐国 是因为齐国的贤臣 田叛子不被重用 而田叛子呢是受田英排挤的 田英这个笨蛋呢在这个国相的位置上啊 对我们楚国来说其实是有利的 你要把田英给撵走了 那个明媚人田叛子要上台的话 对我们楚国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楚威王呢一想也确实是这么个理儿 就不再给齐国施加压力了 这里边讲呢叫威王乃止 田英向齐十一年 田英在齐国做国相 一共是做了十一年 这个时间呢还是挺长的 宣王死了之后呢 齐敏王即位 这个齐敏王呢是齐宣王的儿子啊 他呢是做了齐国的国王 即位三年 那么在第三年的头上 而封田英与靴 把田英呢就封在了靴这个地方 所以靴呢应该是田英的这个采意 当然了这个时间呢应该是有出入的 我们呢这里边也就不再做这个具体的考证了啊 出田英有子四十余人 说当初的时候田英呢有儿子四十多个啊 说明他这个还是挺能生的 其贱妾有子明文 贱妾呢是指地位低的那些妾 有一个儿子呢叫田文 文以五月五日生 因为田文出生的日期呢太不好了 是五月初五这天生的 而在这个古代呢 五月初五这天生的孩子是非常不吉利的 所以田英呢就告其母约 就跟田文的母亲说 就跟这个贱妾讲 说这孩子您呢就别要了 赶紧把它扔了吧 啊这个孩子对我来说 对我们田家来说 应该是一个啊 凶兆无局也 这里的举呢应该是一种 古代啊为出生的 这个婴儿举行的一种洗墓礼啊 有点类似于啊西方基督徒 这个小孩生的时候呢 为这个小孩办洗礼 可能这个礼节呢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里边呢五举 就是只把它给扔掉 不要养活这个孩子啊 这也是非常残忍的一种行为啊 其母妾举生之 但是呢人家这个妈跟儿子 那是血肉相连的啊 虽然老公呢让自己 把这个孩子呢给扔掉 但是呢当妈的舍不得 所以呢他私自的 这里的妾呢是私自 举生之啊 举就是为他举行了这个洗墓礼 而且呢让他活下来 生呢是始之生 让这个孩子呢 私自的就长大了 急长等到田文长大的时候 其母因兄弟而献其子文于田英 说明呢这个妈妈呀把这个田文送给了他的兄弟来养的 并没有敢在自己的家养 因为在自己的家养的话 这个田英肯定会知道的 所以呢这个女人呢就把田文送给了自己的这个兄弟 后来等到他长大之后呢 这个田文的母亲啊就让田文跟着啊田英的其他的那些儿子 那也就是田文的其他的兄弟 因呢是跟着 而献其子文啊 这里的剑呢是通献也就是出献的意思 让他的儿子田文出现在他爹田英面前 那田英啊对突然冒出来的这个儿子呢 也感到很愕然 问明白了这个原因之后呢 他就怒其母约啊 怒呢就是生气 对田文的母亲呢就生气了 他就说 武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 何也 我让你 若呢是你 去就是扔 把这个孩子呢给扔掉 但是呢你却敢背着我私下的让他活下来 生之呢就是始之生 为什么呢 这个何也是 为什么就问这个田文的母亲 文顿手 田文一听老爹发怒了 他就跪那磕头 音约 音呢是趁势 趁势就对老爹田英就讲了 君所以不举五岳子者何故 君呢就是指田英啊 也是指自己的父亲 说老爹您 所以不让五岳生的这个孩子活下来 这个举呢还是 是始之生的意思啊 啊你得给我说明原因 为什么呢 这个田英就解释了 说五岳子者 长与户其将不利其父母 说五岳出生的孩子长大了之后 如果他跟那个门是齐平的 这里的户呢是门 长到像门那么高 那么将不利于他的爸爸和他的妈妈啊 这是一种凶兆 那么田文就说了 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也 他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说 人的出生是受命于天呢 还是将要受命于门呢 这个将前边可以加一个字叫义啊 也就是或者或者将受命于门呢 是老天给的命呢 还是这扇门给的命呢 他这样一问呢 这个田英就默然了 他就不吱声了 因为他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那田文就说了 如果他一定是受命于天的 那你就没什么可担忧的了 因为他是天给的命 不是门给的命 那你担心的门干嘛呢 如果他不是受天命 而是受这个门给的命 那么我们把这个门增高不就完了吗 则可高其户 户呢是门 让这个门变得高不就完了吗 让这个人长得个子永远也长不到 像门那么高 那么这个咒语不就破了吗 谁能智者 这里的智呢 就是指齐平的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谁还能够长得跟这个门齐平呢 应曰子修矣 那田英听儿子这样讲 他就说 你不用再说了 这里的修呢是停止的意思 说你的意思呢 我已经听懂了 久之门成见 问其父 英曰 子之子为何 曰 为孙 久之是指这个田英 跟他的儿子田文可能相处久了 父子之间的这个感情呢 也越来越深了 那有一天呢 这个田文成见 成见呢 就是找机会 找空子 他就问他的老爹田英 说老爸 我问你个问题啊 子之子为何 也就是你儿子的儿子 对你来说是谁呢 那田英说 这个问题简单呢 对我来说不就是孙子吗 然后他继续问 孙之孙为何 约为玄孙 说那孙子的孙子又是谁呢 田英说你得让我算一下 最后算的结果是为玄孙 然后他又问了 说玄孙之孙为何 那玄孙的孙子对你来说又是谁呢 田英说不等知也 田英可能算了半天啊 最后呢把这个角质的手指头都搬上来了 算来算去也算不明白了 他就说这事我就不知道了 田文就说了 君用事相齐至今三王矣 齐步加广而君私家富累万斤 门下不见一贤者 田文借着这个机会呢 就跟田英讲 说您执政相齐 作为这个齐国的国相 处理齐国的政事 至今已经经历了三个齐王了 这三个王呢 分别是齐威烈王 还有他的儿子齐宣王 以及他的孙子齐敏王 爷孙三代啊 你都经历过了 齐国的土地并没有变得非常广大 而君私家富累万斤 但是您私家的财富积累起来的话 达到了万斤 这里的累字呢 有两个解释 一个解释呢 是积累 另外一个解释呢 可以理解成是几乎相当于 或者是差不多有万斤了 门下不见一贤者 但是您的门下并没有看见一个贤人出现 所以对齐国的这个土地来说 您没有把它扩大 对齐国的人才的选拔来说 您也没有选一个贤者 唯一您能做的就是 把钱呢都搂到了自己的家里边 闻闻 将门必有将 相门必有相 我田文听说 将门一定会出这个将军的 而相门也就是家里边 要是这个国相的话 那么他的孩子一定会出这个国相的 金军后宫 导启湖 而是不得树鹤 朴妾鱼粮肉 而是不厌糟糠 金军也就是指现在您的后宫 导启湖 启呢是有文采的丝织品 湖呢是指有皱纹的那种纱 所以启湖加在一起 就是纺织质量非常高的那种纱布 导启湖 导呢就是指用脚踩 那为什么说导启湖呢 是指因为这些人穿的这个绫罗绸缎 太长了都脱地了 所以在走路的时候呢 经常会用脚践踏到这个绫罗绸缎 表示呢这些宫女对这个衣服呢 是非常不珍惜的 这是一个比喻啊 而是不得树鹤 是呢就是指那些高级的人才 却不能够穿上树鹤 有的版本呢把这个树是写成短 树呢是一个衣补旁 加一个黄豆的豆 念树 短呢也可以 短鹤呢就是指那些非常破破烂烂的 下等人穿的那个衣服 是呢连这个下等人穿的衣服都穿不到 而您的那些后宫的女人却倒 骑虎 说明您对这个人才呢是一点都不重视 朴妾余粮肉 朴是指男仆人 妾呢是指女的仆人 余粮肉是指他们呢这个吃的这个粮肉 粮呢是高级的这个粮食 肉呢就是肉啊 他们都吃不完还能剩下 而是不验糟糠 验呢是满足 而这些事呢连吃糟糠 吃那种质量很差的那种粮食 都吃不够或者是不够吃 说明您呢对这个朴妾和对待这些世人 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金军又上后级鱼藏 上呢是崇尚追求 现在呢您又追求大量的囤级家财 后级呢就是非常啊这个积累的那些财源 鱼藏呢就是指多余的家财 啊您对这些呢都是崇尚追求 欲以为所不知何人 想把这些家财呢送给那些你所不认识的人 因为你的玄孙的玄孙是谁 你都干脆不认识了 你想把这些东西呢送给他们 而忘公家之事日损 而您呢却忘记了做公家的事 每天呢都减少一点 也就是说一天一天的混日子 对公家的事呢 您是能少干一点就少干一点 闻妾怪之 闻呢就是指我田文 我田文呢认为这个事 您做的是非常的奇怪的 于是英乃李文使主家带宾客 那听了这一席话之后呢 田英觉得这个儿子呢还算是不错啊 挺有水平 所以呢他就以礼来对待这个儿子了 闻呢就是田文 而且呢让他主持家政 来接待宾客 宾客日进 名声闻于诸侯 那田文的治理跟田英就不一样了 田英呢对待这些宾客 基本呢是不把他们当人来看的 跟这个猪狗牛差不多 但是呢田文主家之后呢 宾客日进啊 这些高人呢天天都会走进家门 他的名声呢也在诸侯当中声明远播 诸侯皆使人请薛公田英 以文为太子应许之 而这些诸侯呢全部都派遣使者到这个田英家里边来 让薛公田英啊以这个田文作为自己的下一代的继承人 这里的太子呢就是下一代的继承人啊 在这个村秋战国时期呢 这个各个诸侯或者是封军的儿子呢 也可以成为是太子 但是到了后来呢 这个太子只能是皇帝的这个继承人叫太子了 其他的人呢就不能叫了 田英呢就答应了这些诸侯国国军的请求 英族视为晋国军 等田英死了之后呢 他的嗜号叫晋国军 而文果代吏于靴 视为孟长军 而这个田文呢最终也确实是代替了自己的老爹 在薛这个地方呢就站住脚了 视为孟长军 这里的嗜呢可以当成是嗜号的嗜 嗜号呢就是孟长军 如果是嗜号是孟长军的话 跟前文呢这个孟长军说这个孟长是他的封一名 可能产生矛盾了 但是呢这个孟长军究竟是田文的嗜号 还是他的封一名 现在呢这个争论也是很多的 并没有一个定论 孟长军在薛 昭治诸侯宾客 及亡人有罪者 皆归孟长军 孟长军呢在薛帝的时候 因为现在呢他继承了他老爹田英的这个彩艺 昭治呢就是招来 招来了这些诸侯宾客 以及那些逃犯亡人呢就是犯了罪的 没有被国家抓到的那些人啊 这些人呢基本都是犯有罪过的 皆归孟长军全部都归附到孟长军的家里 孟长军舍业后遇之 而孟长军呢对待这些人也算是非常客气 舍业就是舍弃了很多钱财 舍弃了家业 厚厚的来礼遇这些人 已故清天下之事 就因为这个原因 这个清呢可以理解成是使天下之事清 也就是让这些人倾向于己 让天下的这些事全部都向自己这边倾斜 其实呢也就是归附的意思 时刻数千人 无贵贱 一语文等 他所讲的时刻有上千人 数千人 无贵贱 也就是地位高的也好 地位低的也罢 一语文等 一呢是全部 全部都跟田文是在一个档次的 也就是田文呢 全部都把他们当成是自己的朋友一样 并没有人为的把他们分成贵或者是贱 孟长军待客坐鱼 而平风后常有事实 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 孟长军呢 在对待客人跟客人坐那聊天的时候 这里的座语呢 可以理解成是坐而论道啊 坐在那里聊天 他的屏风后边呢 经常会有一个事实 事实呢 是孟长军给自己设的一个书记官 也就是前边 孟长军跟这些客人聊天的时候 聊了什么内容 这个事实呢都会把它记下来 主记君所与客语 他主要负责的事 就是记录 主呢是负责 记呢是记录 负责记录孟长军 所跟这些宾客聊天的内容 语呢是内容 问亲戚居处 而且呢问这些客人 你们的父母都住在哪里 也就是这个充分的了解 这些客人 他们呢这种家庭文法 以及呢一些社会关系 把这些关系呢都问过来 记下来 那记下来呢肯定是有用处 有什么用处呢 他后边讲了 客去孟长军 以实史存问 献仪其亲戚 等到客人走的时候呢 这个孟长军 已经派遣使者 第一个使呢是动词派遣 派遣使者存问 存的是存续 问的是慰问 献为其亲戚 献为呢是赠送 给他们的亲戚 其实这里的亲呢 是指父母 亲呢是指他那些兄弟姐妹 把这些东西呢都送给了 他的那些父母 以及兄弟姐妹们 孟长军曾代客夜时 有一人 闭火光 客怒 以饭不等 措食 辞去 孟长军呢有一次 曾经呢接待这些门客 来吃夜宵 夜时呢就是在晚上吃饭 应该是属于吃夜宵啊 有一人 闭火光 那么在吃夜宵的时候呢 这个有一人 这里的有一人呢 这个有字怀疑应该是 骑 也就是指孟长军本人 孟长军本人呢 他闭火光 所谓的闭火光呢 就是自己躲在黑影里面来吃饭 那么看到孟长军这样做之后呢 这个客就怒了 他为什么怒呢 他怀疑孟长军吃的东西跟自己吃的东西呢 是不一样的 你孟长军躲在阴影里面吃好的 你把这些这个碎莫糟糠的东西给我们这些客人吃 你明显是瞧不起我们 所以他有这个怀疑呢 他就愤怒了 以饭不等 措食辞去 他认为这个饭的等级是不一样的 吃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措食 措的是停止 他就不吃饭了 把这个饭往旁边一推 就辞去 向孟长军呢 来告辞了 我们上次读到孟长军待客夜食的事啊 我们今天呢 继续往下读 孟长军曾待客夜食 有一人闭火光 客怒 以饭不等 措食辞去 我上次讲呢 说这个有 有人怀疑是奇 有艺人 就是奇艺人 这里的奇艺人呢 有人说是孟长军本人 孟长军本人呢 躲在火光里边 吃的东西呢 可能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有的这个客人呢 就怀疑 说你对待客人啊 是分等级的 我们吃的东西跟你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客呢 就怒了 怒就是生气 以饭不等 以呢是因为 因为这个饭呢 它的质量是不均等的 措食辞去 措呢是停止 也就是把饭碗一推 不吃了 然后就走了 那么还有一种解释呢 说这个有一人不是孟长军 就是他门客当中的一个 也就是孟长军呢 把他手下的门客 是分为很多等的 他们住的吃的 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有一个人呢 避着火光 避呢 就是在火光的阴影里边 在吃饭 那其他的客人呢 就觉得这个客人 为什么他躲在火光里边吃饭 难道是他吃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吗 所以他就怀疑他就怒了 然后呢就饭碗一推就措食辞去 这是两种解释 取哪一种都可以啊 我们继续往下来 孟长军起自持其饭比之 客灿自警 孟长军呢一看到有矛盾了 他问明了这个矛盾的缘由 说这个客人 这个门客 为什么把饭碗一推 就辞去了 那有人就跟他讲了 说他肯定是因为 您对待客人的这个态度是不一样的 他生气了 才走的 那孟长军呢一听 他就自己 从这个饭桌边呢 就站起来 自己拿着自己的饭 跟其他的客人呢 进行比较 结果这个客呢 就非常的惭愧 那说明这个客呢 还没离开 他只是怀疑而已 那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呢 前边那个辞去 只能说是辞 但是还没有去 还没有离开 这个客人呢 他就自我感觉到非常的惭愧 认为呢是误解了孟长军 所以他就自警了 因为这个事呢 他就自杀 我觉得这个古代的客呢 也是太把 这个生死不当回事啊 事以此多归孟长军 这里的多呢是大多 事呢就是他的那些舍人 那些这个游侠之士 就因为这件事 大多呢都前来归附孟长军 孟长军刻无所则 皆善欲之 而对待这些前来 投靠自己的人 孟长军呢 他也没有选择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好人也好 坏人也罢 杀人的也好 救人的也罢 总而言之 只要你来了 我孟长军就把你当朋友看待 皆善欲之 全部都有善的礼遇他们 对待他们 人人各自以为孟长军亲己 而孟长军的这种做法呢 就给其他的人留下了一个印象 每个人都各自的认为 孟长军对自己是非常亲近的 秦昭王闻其贤 乃先使静阳君为志于其 以求见孟长军 秦昭王是秦昭湘王 是秦国的国王啊 这个时候呢 在西边就听说了 东边的齐国有一个贤人 叫孟长军 贤呢 是贤能 听说了他的贤能 于是呢 就先派静阳君 静阳君呢 就是当时秦国的四贵之一 公子福 他就派公子福到齐国做人质 说明这个秦国呢 他是非常重视这个秦国跟齐国之间的关系的 派了一个这样重要的人物 到齐国做人质 以求见孟长军 做人质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求见孟长军 孟长军将入秦 宾客莫遇其行 见不听 他们求见孟长军的目的是想让孟长军到秦国去 为秦国服务 那孟长军呢 看到秦昭湘王这样有啊 这个诚心 所以他就想将入秦 将要西行进入秦国 但是呢 他手下的这些宾客呢 就认为这个事儿恐怕不妥 莫遇其行 莫呢是没有 或者是不 不想让他去 见不听 见呢就是建议 给他提这个征见建议 说您不要去了 这个秦国呢 是虎狼之师 秦王呢 是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您去了之后可能会有危险呢 但是呢 孟长军一意孤行 他就没有听这些宾客的建议 苏代未曰 金旦带从外来 见木于人 与土于人 相于雨 木于人曰 天于 子将拜已 土于人曰 我生于土 拜则归土 金天于 留子而行 位置所指西也 金秦虎狼之国也 而君欲网 如有不得还 君得物为土于人 所孝乎 孟长军 乃指 我把这段呢 都读下来啊 因为这段说的是一个小典故 秦昭湘王呢 派人去请孟长军 孟长军呢 想到秦国去 他的门客呢 给他提建议 但是他不听 所以这些门客呢 最后就请出来一个大忽悠 这个人呢 就是苏代啊 苏代呢 就代替这些兵客 去劝这个孟长军 苏代说 你们这帮笨蛋 劝他 他也不听 你看我的 我去劝 肯定他会听的 苏代呢 就前来见孟长军 见到了孟长军之后呢 他就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老孟啊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 你听好 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 金旦 带从外来 金呢 是今天 但呢 是早晨 当然了 这个金旦 你就可以理解成是今天 也可以 今天早晨 我苏代从外边来 见木鱼人 这个鱼呢 就是木偶的偶 见到了一个木偶人 跟一个土偶人 两个人呢 相与鱼 相与呢 就是互相 互相在那聊天 这个木偶人呢 就说了 说天下雨了 子将拜已 说如果这个天要是下雨的话 那么作为这个土偶人 你肯定是会被冲散的 这里的拜呢 可以理解成是散 因为这个泥呢 一见到了水之后 肯定是会被冲散的 但是呢 这个土偶人也不示弱 他就说了 我生于土 败则归于土 我本来就是土做的 是从土里边生出来的 我即便被冲散了 那么我也回归于土 我是没有什么丢失的 今天雨 现在呢 天下雨 留子而行 对于您来说 那就不一样了 我散花了之后 我还是归于土 但是您是木头做的 天要一下雨的话 木头呢 就会飘在河流的上边 留子而行 可以变成是子流而行 你呢 就会顺着水流 而往前走 为之所止息也 你就不知道 你将来会到哪里 才是你安歇的地方 金秦虎狼之国也 现在西方的秦国 是一个虎狼之国 而您想要前去秦国 如果您是不能够回来的话 德呢是能 君德吾为土偶人所孝乎 德吾呢是还能 说您还能被土偶人所孝化吗 其实呢 他用这个比喻 就是暗示孟昌军 你如果到秦国去 那你的命运就跟那个木偶人是一样的 秦国的这场大水把你冲到哪里去 你完全是不知道的 你也没有办法掌控自己 但是呢 如果你不去秦国 而留在齐国 那你是一个土偶人 因为你是齐国这块土地出生的 你的命运跟齐国系在了一起 你即便死在了齐国 你也是夜落归根 所以作为一个木偶人 还是作为一个土偶人 您只能呢自己来选择 你呢不要被土偶人所耻笑 孟昌军乃指 当然孟昌军也不傻 他听懂了苏代 这个话里边的意思 所以呢 他就没有再前去秦国 齐敏王二十五年为公元前二百九十九年 父祖使孟昌军入秦 昭王即以孟昌军为秦相 那么在公元前二百九十九年的时候 又最终让孟昌军进入了秦国 父呢是又 祖呢是最终 让孟昌军呢进入秦国 那秦昭相王即以孟昌军 即呢是将要 将要让孟昌军做秦国的国相 人获遂秦昭王曰 孟昌军贤而又齐足也 今向秦 必先齐而后勤 秦齐威矣 这个时候呢有人就说服秦昭相王 也就是在秦昭相王的面前说孟昌军的坏话 因为孟昌军呢对秦国来说 他毕竟是一个外国人 一个外国人到我们本国来做国相 就会引起本国那些大族势力的不满 所以这里边呢有人就开始跟秦昭相王说坏话了 他说孟昌军这个人非常的贤能 这一点都不假 但是您可别忘了 他呢是齐足 所谓的齐足呢就是齐国国君一族的 跟齐国国君同一个姓氏的这个人 是他们里边的人 俗话说叫非我族类齐心必义 像这样的人到我们秦国来做国相 是不可能为我们秦国人来考虑的 金相秦 现在呢他做秦国的国相 必先齐而后勤 他考虑个人利益也好 国家利益也罢 一定是先以齐国为主 然后再考虑我们秦国的利益 那这样的人来做我们秦国的国相 对我们秦国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秦齐威夷 秦国可能会危险了 于是秦昭王乃止 那听了这些人的残言之后呢 秦昭相王说那就算了吧 不让他做国相了 求孟昌军谋遇杀之 而且呢还把孟昌军给关起来 意思呢就是想把他杀掉 谋呢是商量商量 杀掉孟昌军 那这个时候肯定有人就跟秦昭相王说了 说您看你把他弄过来之后 本来呢是想做国相 现在呢你不想让他做国相了 你对孟昌军就没法交代了 那既然我们这样还不如干脆 一不做二不休 随便安一个罪名 把孟昌军杀掉就完了 像这样的人你把他放回去 对我们秦国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呢这个秦昭相王就想杀掉孟昌军 孟昌军使人敌昭王性机求解 那孟昌军呢因为手下的鸡鸣狗盗之徒特别多 耳目呢也比较灵通 他听说秦昭相王呢想杀自己 他就派人敌敌呢是到达 提前到达了秦昭相王 有一个非常宠幸的女人 到他的那个住所里边去求解 求解呢就是求救 性机曰切愿德君胡白求 这个性机就是秦昭相王宠幸的这个女人 他说了要想让我救孟昌军没问题 我能做到 但是呢我想要你们一件东西 那这些人就问了说您想要什么东西呀 这个女人说了我想要得到君胡白求 胡白求呢就是白胡求 说明这个白胡求啊在当时应该是非常贵重的东西 所以这个女人呢就想要这样一个白胡求 而此时呢这个孟昌军有一壶白求值千金 此时呢就是这个时候孟昌军呢确实有一壶白求 他就有一个啊用白胡做的这个球皮大衣 价值呢达到千金 说明这个东西呢特别的值钱 而且呢天下无双啊整个天下就这么一领白胡求 你找不出第二个了 入秦献之招王更无他求 问题是孟昌军一到秦国的时候就把这领白胡求先献给了秦昭相王了 现在他手里已经没有这个白胡求了 但是这个性机呢他不知道 他以为孟昌军手里边可能还有这种白胡求 所以他就想要另外一个更无他求就没有其他的这种球皮大衣了 这一下子孟昌军就犯难了 说这怎么办呢 孟昌军换之便问客 莫能对 孟昌军呢就很担心这件事不知道怎么解决 他就问手下的这些随他一起来的门客 说你们大家给我出之主意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结果这些人呢莫能对没有谁能够提出有效的解对办法 最下座有能为苟道者 曰臣能得胡白求 最下座就是坐在最末一排的人 说明这个人呢在孟昌军的眼里平时是不入流的 因为孟昌军呢确实把他的门客分为是这个高中低三档的 那这个人呢明显他是属于最末一档的 但是呢他有一个优点 能够为狗道者 什么叫能为狗道者呢 他就像狗一样能够钻来钻去的 能够偷东西 说明他是一个大道啊 然后他就说了 臣能得求白胡 说我能够为您得到这领求白胡 因为求白胡就一个 那你要得到这个求白胡 你只有一个办法 就只能去偷 乃夜为狗 于是孟昌军呢就让他去偷这领胡白求 说好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看你能不能办成 我孟昌军的命就记在你的身上了 乃夜为狗 于是呢这个人在夜里边他就假扮成是狗 怎么假扮呢 人跟狗还是不一样的 人是直立行走的动物 那狗呢是四肢行走的动物 所以这个人呢只能是匍匐在地上 像狗那样往前爬 从远处看应该跟狗是没什么区别的 已入秦工藏中 因为呢他是一条狗 所以秦国的那些卫兵对他也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 就没对他留心 他就找了一个机会钻进到了秦国的工藏中 工藏呢就是指在秦国的后宫当中 为这个秦昭湘王储存东西的这些仓库就跑到这里边来 取所献湖白球制 终于呢把这个孟昌军当初所献给秦昭湘王的那顶湖白球给偷回来了 以献秦王姓姬 那孟昌军呢就拿着这顶湖白球献给了秦王的姓姬 就是这个女人 姓姬呢拿到了湖白球 他也非常高兴 说好这个事呢我就帮你办了 为言昭王 就替孟昌军呢在秦昭湘王面前说他的好话 昭王是孟昌军 秦昭湘王最后就把孟昌军呢给放了 孟昌军得出急持去更风转变明性已出关 孟昌军一看自己获得了自由 别在秦国呆了赶紧跑吧 于是呢他能够出来急持去急那是将要 将要骑马奔驰而去赶紧回到齐国 更风转这个风转呢是通行政 因为那个时候呢秦国把关比较严 这个人呢如果要想畅行无阻的话 他手里边呢必须得有这种官方所发的风转 就是通行政 辩明性已出关 因为孟昌军原来的那个风转上边 就是那个通行政上边呢 写的就是孟昌军 写的是他本人填文的名字 如果你不改的话 那那些关口的人就会把你拦住的 不会让你出去 那孟昌军呢只能换了这个通行政 而且呢把自己的姓名也变了 已出关 关呢就是同关 要冲出同关你才能够获得自由 但是呢冲同关又出现一个问题 秦昭王这个时候呢也后悔了啊 秦昭王后悔出孟昌军 他把孟昌军给放出去之后呢 他马上就后悔了 求之以去 等到他想再把孟昌军抓起来的时候 孟昌军这个时候已经跑了 去呢是离开 即使人驰转 逐之 于是呢他就赶紧派人驰转啊 驰呢是驾驶 转呢就是那种特别快的车 驾驶的快车去追赶孟昌军 之呢是孟昌军 孟昌军至官官法 驰名而出客 孟昌军这个时候呢 其实他已经到了 寒谷关的关口了 可是他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 他还是出不去 为什么出不去呢 因为根据秦国的法律 寒谷关他的关门 必须要等到驰转的时候 才能打开 才能把这些客人呢放出去 孟昌军恐追至 客之居下作者 有能为驰名 而驰齐名 遂发转出 孟昌军一看又麻烦了 这个官呢冲不出去 后边呢秦昭湘王 肯定会派兵来追自己的 到那个时候自己想跑 也跑不了了 他就担心追兵会来到 他就问手下的人说怎么办 怎么才能冲出 这个寒谷关的关门 那这个时候 客之居下作者 这也是坐在孟昌军 所有的这个宾客当中 座位里边最下等的那个人 坐在最末一排的那个人 有人站出来了 他说我能为你做这个事 有能为驰名 他的这个长处和优点 就是能够像驰那样鸣叫 所以孟昌军呢就让他来这个学鸡叫 那么而鸡齐名 有一个鸡要是叫起来的话 所有的鸡都会跟着鸣叫的 所以呢鸡名声响成一片 那这个秦军呢 他也不知道现在究竟是几点 反正按照惯例 只要鸡一叫 我就开关门 那个时候也没有钟表 不像我们现在说五点开关 那么四点鸡叫了 那也没用 但那个时候呢 他是没表的 只能以鸡叫为表 遂发赚出 发呢是出事 赚呢就是通行证 于是呢 他快速的给这些士兵 看了自己的通行证之后呢 就冲出了寒谷关的关门 出如实情 秦锥果治关 以后孟昌军出乃环 出如实情 等到孟昌军冲出寒谷关的大门 也就一顿饭左右的功夫 秦国的追兵果然到了寒谷关 以后孟昌军出 这已经在孟昌军出关之后的事了 那这些秦兵一看 孟昌军呢 已经冲出了寒谷关 你再撵 已经撵不上了 所以他们只能垂头丧气的 回到了这个秦国 向秦昭相亡汇报 使孟昌军列死二人于宾客 宾客尽休之 这个时候就回忆了啊 说这两个人 孟昌军刚开始的时候 还把他们两个人列在宾客当中 而这个宾客呢 尽休之 都以为有这样的人 做孟昌军的宾客 或者是都认为 这两个人是自己的同事 而感到羞耻 而且是尽休之 大家都感到羞耻 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 即孟昌军有秦难 等到孟昌军有了这个秦国 这次的祸难的这件事发生之后 足此二人拔之 最终呢 还是靠这两个人 把孟昌军给救了出来 拔呢是救 自逝之后 克接服 那么从这件事发生之后 所有的门客 全部都服气了 孟昌军过赵 赵平原军克之 孟昌军呢 这个从秦国 回到齐国的时候 经过赵国 赵国呢 也有一个军 这个军呢 就是平原军也是战国四公子之一啊 他的名字叫赵胜 赵国的平原军呢 以克之礼来对待孟昌军 赵人文 孟昌军 贤出官之 接孝约 实以薛公 为奎然也 今世之 乃 渺小 丈夫耳 孟昌军呢 在这个经过赵国的时候 受到了平原军的隆重接待 那么等到这个孟昌军出来啊 和这个大家见面的时候 赵国人呢 听说孟昌军这个人 非常的贤能 啊 这个人呢 名声 动于天下 大家都想 这个烈烈吉 看一下这个人 长得什么样 因为大家呢 认为 像这样一个名声在外的人 长得应该是非常魁梧的 是高大健壮的 所以赵国人呢 听说孟昌军啊 非常贤惠 大家都出来 去看孟昌军 看完之后呢 全都哈哈大笑 他们就嘲笑孟昌军 说刚开始呢 我们还认为薛公田文 是一个奎然之人 奎然呢 就是长得那种非常魁梧 高高大大的那种人 很有威严的那种人 今世之 可是呢 现在一看 乃渺小 丈夫耳 也不过就是一个长得非常矮 非常挫的 这样一个小男人罢了 苗小呢 就是指矮小 所以孟昌军呢 听了这个话之后 他就非常怒啊 孟昌军文之 怒 客与聚者下 拙击杀数百人 碎灭一现已去 那么孟昌军呢 听了这个事之后呢 他就非常的生气 怒呢 是指生气的那个样子啊 客与聚者下 客呢 就是指跟他来的那些门客 还有跟他一起来的那些 从者那些武士 全都下了车 拙击杀数百人 拙呢 是用刀砍 击杀 也是指杀的意思 杀了数百人 灭了人家一个县 然后逃走了 那这件事呢 其实啊 是这个太史公 根据爷史 这个流传 所以才把它写在史记里边的 按照孟昌军的这样一个做法 战国的四公子之一 而且被誉为是战国四公子当中最贤惠的一个人 不可能因为别人就嘲笑你两句 你就灭了人家一个县 从这个孟昌军本人的行为上来说 不可能这样做 如果他这样做了 他也不可能被称为是战国四公子 另外一个呢 从这个时间上来讲 好像也不对 因为这个平原军呢 他是赵惠文王的同母帝 这两个人呢 他是同爹同妈生的 同为惠后所生 而惠后呢 纳于赵武灵王十六年 也就是惠后 他是在赵武灵王十六年的时候 被赵武灵王纳为这个机械的 到现在为止才十一年 那么按照时间来算的话 平原军呢 一定是非常非常小的 一个小孩 怎么可能以宾客之礼 来接待这个孟昌军呢 那个时候赵盛可能连平原军都不是呢 所以从时间上来讲 孟昌军经过平原军家 而且呢 遭到了平原军的礼遇 是不大可能发生的 再另外一个 孟昌军出了韩国关之后 他不经过韩国跟魏国 而绕道跑到赵国去 从这个路线上来说 也是不大可能的 没有必要绕这样一个弯 大家看那个地图就能够知道 从秦国到齐国 走直线 就是经过韩国跟魏国 然后到达齐国 你要从赵国走的话 你得从北边绕 孟昌军不可能是吃饱了撑的 从这个赵国再绕回到自己的家 所以呢 这件事应该是太史公当时呢 听别人传说 他呢 就把这件事呢 写在了这个史记里边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齐敏王不自得 以齐浅 孟昌军 孟昌军制 则以为齐相 认证 齐敏王是齐国的国君 不自得 就是不自安 以齐浅 孟昌军他为什么心里边感到不安呢 就是因为 他派遣孟昌军到秦国去做国相 差不点没把孟昌军这条小命 扔在了秦国 那孟昌军这回呢 回到了齐国之后 齐敏王呢 就觉得有点愧对孟昌军 所以就让孟昌军作为齐国的国相 来认证 认证呢 就是执掌朝政大权 孟昌军怨秦将以齐为韩位 公储 因与韩位 公秦 而戒兵时 于西州 那孟昌军这次呢 回到了齐国 做了国相之后 他就想报复 这个秦昭相亡 当初呢 想杀掉自己 这样一个仇 所以他就怨秦 怨呢 就是恨的意思 他就非常恨秦国 将以齐为韩位 公储 也就是孟昌军呢 此前 在没有进入秦国之前 他曾经做过一个事 做过一个什么事呢 曾经以齐为韩位公储 韩国跟魏国 想要攻打楚国 而齐国呢 这个时候帮助韩国跟魏国 攻打楚国 这次战争呢 也非常有名啊 把这个楚将唐妹都给杀掉了 所以等于韩国跟魏国 欠了齐国一个人情 那这次呢 孟昌军从秦国回来之后 他就记恨秦国 想要攻打秦国 那么他就拉上了韩国跟魏国 说当初你们两个想打楚国 我们齐国帮助你们打楚国了 现在呢 我齐国想找秦国报仇 你们两个要还这个人情 要帮助我齐国来打秦国 英语韩位公秦 所以这个韩国跟魏国呢 为了还齐国这样一个人情 就帮助齐国攻打秦国 有了韩国跟魏国的支持 齐国呢 决定对秦国动武 但是呢 粮食好像还不太够 所以借兵食于西州 就想向西州国来借粮 兵食呢 就是军粮 这里的西州国呢 跟这个东州国是相对的 我们以前呢 曾经介绍过西州国跟东州国之间的关系啊 这里边呢就不再重复了啊 齐国呢就想从西州国来借粮食 那么西州国呢明显是得罪不起齐国的 所以西州国的国主或者是国君他呢就犯难了 说这怎么办呢 如果不借 那么齐国呢会怨恨自己 如果借了 自己确实 没啥冰粮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 又请出了这个当时最有名的大忽悠 就是苏代啊 苏代为西州未曰 但是呢 有历史学家考证 这里边呢 为西州国说情的人 不是苏代 应该是韩庆 韩呢是韩国的韩 庆呢是庆祝的庆 当然这里边呢 太史公认为他是苏代 所以就为这个西州向齐国求情 就说了 君以齐为韩卫 公处九年 娶晚舍以北 以强韩卫 今复公秦以亿之 苏代的理由呢 他是这样说的 说君 君呢就是孟长君 君呢是以齐为韩卫 你以齐国帮助韩国跟卫国 攻打楚国一共是九年 这个九呢 数字是有错误的 应该是五年 没有打九年啊 那么打完了之后呢 取了楚国的碗跟舍以北 碗呢就是今天的河南南洋 舍呢就是今天的河南省的舍县 取了这两个地方以北的这些土地 最后呢 你是为他人做嫁衣了 把这个土地打下来之后呢 你齐国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 而是把这两块土地呢 都送给了韩国跟卫国 以强含卫呢 就是送给了韩国跟卫国 增强了他们的国力 今复公秦以亿之 现在呢 你继续率领韩国跟卫国 去攻打秦国 最后打的结果 是跟你当年打楚国的结果是一样的 你打下来的这些秦国的土地 最后你齐国也拿不走 你只能送给韩国跟卫国 还等于是增强了韩国跟卫国的实力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从地理上看 韩国跟卫国与秦国是接壤的 所以秦国的土地呢 跟韩国跟卫国能连起来 而齐国呢 跟这个秦国是不接壤的 所以打下来的这个秦国的土地 齐国人也不可能得到 如果你齐国带领韩国跟卫国去攻打秦国的话 最后呢 就会出现我刚才说的这个结果 就是攻击秦国 反而壮大了韩国跟卫国 那这种情况要是出现了 韩国跟卫国 他南边呢 就没有楚国对他造成的忧虑 西边呢 也没有秦国对他造成的祸患 那么齐国就危险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后边就交代了一句 他说韩魏必倾齐魏秦 臣魏君威之 那么韩国跟魏国 没有了楚国跟秦国对他的威胁 他一定会轻视齐国而畏惧秦国的 臣魏君威之 那么我就为您孟长君 感觉到这个事非常的危险 君不如令弼翼身和于秦 而君无功又无戒兵时 这里的弼翼呢 是指西州国 因为苏代是替西州国来游说齐国的 所以他站在西州国的角度 他说毕义君不如 君呢就是孟长君 您呢不如让西州国身和于秦 和呢就是结交 身呢就是紧密 紧密的跟秦国结交 而君无功 您呢也不用攻打秦国 又无戒兵时 又不用向西州来戒粮 君临寒谷而无功 令弼翼以君之请 为秦昭王曰 薛公必不破秦 以强含位 其公秦也 遇王之令楚王 割东国以与其 而秦出楚怀王 以为和 苏代的意思呢是说 您呢摆出公秦的这样一个架势 但是呢不要发动实质性的进攻 君临寒谷 韩谷呢就是韩谷官 您呢率军来到韩谷官 但是不要进攻秦国 然后呢您派人让西州国 弼翼呢还是西州国 以君之情 情呢就是实 就是真实的情况或者是想法 把君之情 也就是把您真实的想法 去对秦昭王讲 派过去的这个人呢是到西州国 让西州国出面 替你在秦昭王面前 讲你的实情 那么派过去这个人 他说什么话呢 他就可以说 薛公必不破秦 以强含位 薛公呢就是孟昌军 孟昌军一定不会攻破秦国 来壮大韩国跟魏国的 他攻打秦国 就是想让大王您 这里的王呢就是指秦昭乡王 让您去命令楚王 楚王呢就是楚怀王的儿子 他叫楚清香王 这是他的嗜好 就是让楚王割东国以与齐 东国呢就是楚国东边的土地 这块地方呢跟齐国是接壤的 把楚国东边的这块土地割给齐国 那么人家楚国就问了 我凭什么听你秦国的话呀 把我自己的土地割给齐国 后边呢你是有后招的 你如果割给了这个东国给齐国 我秦国呢就会放出来楚怀王 作为讲和的条件 因为楚怀王呢 这个时候还在秦国作为人质呢 所以秦国的意思就是说 你楚国要是把东国这块地方 割给齐国的话 我这里呢作为交换条件 我会把你的老爸楚怀王 给你放回去 这些话呢都是齐国 让西州国的使者 对秦昭乡王讲的 而画这个路子的人 也就是出这个谋略的人 就是苏代苏代呢在这里就跟田文啊 在这个出主意说你可以这样做 君令必义以此惠秦 惠呢是给谁谁谁好处 君令必义 您呢让我们西州国用这个来给秦国好处 秦德无迫 而以东国自眠也 那么秦国肯定会为您做这个事的 他的好处呢就是得到了没有被攻击的这样一个危险 他能够得到没有被攻破的这样的好处 而把楚国的东国献给齐国 你齐国也得好处了 秦国呢也没有损失土地 而以东国自眠也 那么就用东国来为自己免灾 秦必欲之 秦国一定会这样做的 实际上呢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借花献佛 秦国呢让楚国这样干 楚国一定会这样干的 因为楚国有人质在秦国那里 而楚国一旦要把东边的土地搁给你齐国的话 你齐国呢也得到好处了 所以你也没有必要去攻击秦国了 你既然没有必要攻击秦国 当然你就更没有必要从西州国来借冰粮了 所以这里边他讲楚王得出必得齐 楚王就是楚怀王 被扣押在秦国的楚怀王 他能够出来 他一定会感谢齐国的 就是因为齐国对秦国造成了威胁 所以才让秦国用了这一招 把楚怀王呢放出来 所以楚怀王会感谢你齐国 那么齐得东国一强而削 世事无换矣 齐国呢得到的好处就是从楚国那里得到了东边的这片土地 你齐国变强大了 而不是攻击秦国 壮大了韩魏 是让你齐国自己真正变得强大了 而削世事无换矣 而且更重要的是 楚国把东边的这块土地搁给你齐国 你齐国接受了楚国这片土地 接受的人正好是你削公 因为你削帝正好是跟楚国的东国接壤的 要割也就是割给你 等于是壮大了你自己的封地 你世世代代就没有忧患了 秦不大弱而处三尽之息 不大弱呢就是并非很弱 并不是很弱的意思 秦国呢说句实话也并不是很弱 而且呢他处于三尽之息 三尽呢就是赵魏涵 处于赵魏涵的西边 三尽必中齐 那么三尽也就是赵魏涵 一定会因为秦国对自己有威胁 所以他们不得不交好齐国 借这件事来加强自己 那这里的重呢就是借重借重的意思 秦国又没那么弱 你攻打他也不见得就一定能赢 所以苏代的意思呢就是劝孟昌军 这场仗呢能不打最好就别打 大家都能够从中得到好处 那您的伙呢也就消了 所以薛公曰善因令韩魏贺勤 使三国无功 薛公呢就是田文 田文呢于是让韩魏贺勤 这里的韩魏呢应该是太史公写错了 应该是韩庆 而前边呢说是苏代替西州国来游说齐国 其实也不是苏代 根据这个原文的意思应该是韩庆 这个人呢也是当时的一个游说之士 于是呢这个孟昌军就让韩庆到秦国去祝贺 那祝贺什么事呢 祝贺秦国没有受到齐国的攻击 使三国无功而不借兵时日于西州以 那么齐国韩国卫国三个国家呢已经不进攻秦国了 更不用从西州国来借兵粮了 事实楚怀王入秦 当时呢楚怀王正好还在秦国做人质呢 秦留之故必欲出之 这句话呢指向性不是特别明白啊 秦留之这个之呢是楚怀王 这是比较清楚的秦国呢把楚怀王扣留在秦国 故必欲出之 是谁必欲出之 有人说呢是秦国必欲出之 一定想让楚怀王回去 这一点呢好像不成立 如果秦国真想让楚怀王回国的话 他分分钟都可以把楚怀王放走 所以呢不应该是秦国必欲出之 那么不是秦国很有可能就是填文 或者是作为交易的这个西州国 因为西州国呢去游说秦昭相王 就是这么游说的 楚国呢有可能把东国这个地方已经给齐国了 回头呢楚国就要求秦国一定要放出楚怀王 所以这里的这个主语呢有可能是楚国 楚国说你看你让我把东国这个地方割给齐国 我已经割了那么作为交换条件 你秦国是不是应该把我们楚怀王放出来呀 所以故必欲出之 主语呢应该是楚国 还有一种说法说 故必欲出之的主语应该是填文 因为填文呢他得到了楚国割给他的土地 所以填文呢就让秦国一定要把楚怀王放出来 作为交换条件但是秦不果出楚怀王 秦国最终也没有把楚怀王给放出来 这里的果呢可以理解成是最终不果出 就是最终没有把人给放回去 说明秦国呢是失言了 而楚国呢据分析应该是对下了诺言 把楚国东边的那块靠近齐国的土地割给了齐国 但是秦国人失言了 并没有把楚怀王放回来 孟长军向齐 齐舍人魏子为孟长军收义入 三反而不至一入 孟长军呢在齐国做国相的时候 他呢有一个门客叫魏子 他为孟长军收义入 这里的义呢是采义 是指他为孟长军呢到采义里边去收租税 三反而不至 三反呢就是来回往返了三次 都没有带回来 至呢是带回来 一入呢是一点收入 一点收入都没有给孟长军带回来 孟长军问之 对曰有贤者 妾甲语之 已故不置入 孟长军就问这个魏子 说老魏啊 我让你呢到这个我的采义去替我收租税 你来回跑了这么多趟 怎么一点收入都没带回来呢 而这个魏子呢 他就回答了 他说有贤者 妾甲语之 这个贤者呢就是一个贤人 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德行上 也非常好的一个人 妾是我私自的就借给他了 甲呢是借 语呢是给就借给他了 并不是说这个租税我没有帮您收到 是收到之后呢 我半道借人了 已故不置入 就因为这个原因 我没有把这个收入呢 替您呢给带回来 孟长军怒而退魏子 孟长军一听就来气了 他就辞退了魏子 居数年人祸毁孟长军与其敏王约 孟长军将为乱 即填甲 结敏王 敏王 亦疑孟长军 孟长军乃奔 居数年是又过了好几年 有人呢在其王面前就说孟长军的坏话 毁呢就是说别人的坏话 这个坏话是怎么说的呢 说孟长军将要作乱 所谓的将要作乱呢 就是造反 即填甲结敏王 这个填甲究竟是何许人也 他在什么时候 因为什么原因 劫持的其敏王 这个事呢并没有详细的记载 在这里边呢 太史公可能是听别人说了 有这么一个事 所以就把它写在了孟长军列传里边 等到填甲结持齐敏王 这件事发生之后 齐敏王呢 他就怀疑 义呢是义策 这里的义呢是通 带月字旁的那个义 就是一个月亮的月 右边呢加一个义字 义策的意思 齐敏王就义策 而且怀疑 义是怀疑 孟长军参与了这个事 也就是说这个填甲结持齐敏王 齐敏王呢怀疑是孟长军在背后指使的 孟长军乃奔 于是孟长军呢就奔跑了 这里的奔呢就是指逃出国外去避祸 为此所语素贤者闻之 乃尚书言孟长军不作乱 请以身为盟 遂自警公门以名孟长军 而魏子所借给粮食的那个贤人 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呢 他就尚书给齐敏王 替孟长军来辩护 他说孟长军这个人是不可能作乱的 那齐敏王肯定得问呢 你凭什么说孟长军不可能作乱呢 然后这个贤者呢 他就说我凭我的生命为他担保 以身为盟 身呢是身体 以自己的身体作为人质 来为这个孟长军盟事 说我就用我这条命替他做担保 遂自警公门以名孟长军 于是呢他就拔除剑在这个宫门面前 把自己给抹掉了 来表明孟长军是不可能谋反的 敏王乃惊而踪迹艳问 其敏王于是就惊到了 他呢是踪迹艳问 这里的踪呢是动词 也就是沿着足迹来追寻 其实呢就是我们说的调查 艳问呢就是指来这个调查 他了解来验证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 孟长军果无反毛乃复招孟长军 最后调查的结果呢是孟长军果然没有谋反的这个嫌疑 于是他又把孟长军给召回来继续做国相 孟长军因谢病归老于靴 敏王许之而孟长军这个时候呢年纪也比较大了 他呢因此以自己身体有病为由辞谢了其敏王的邀请 归老于靴这里的老呢就是指退休啊 请求呢到薛帝退休养老 敏王许之那其敏王呢最后也答应了孟长军填文的要求 其后其王将吕吕向其欲困苏代 其后呢是没多久秦国有一个逃亡的将领 这个人呢名字叫吕吕他逃到哪去了呢 他逃到齐国去了 而这个吕吕为什么当初从秦国逃到齐国呢 是因为他逃走的那个时候 秦国还是由攘侯魏冉做秦国的国相 而他呢跟魏冉关系不好 担心魏冉会谋害自己 所以从秦国就逃到了齐国 这个人原来是秦国的一个将领 他的爵位呢是武大夫 但是呢根据后文来判断 这个吕吕呢到齐国做国相 其实呢应该是秦国派遣的 他并不是因为从秦国出奔到齐国的亡命之臣 所以呢他到齐国来 说自己在秦国遭到了陷害 跑到齐国来避难 这个呢应该是吕吕到齐国时候的一个借口 他真实的情况呢应该是秦国派遣他到齐国来拉拢 收买齐国那些亲秦的那些众臣 这是他主要的目的 而这个吕吕到了齐国之后呢 正好碰上了另外一个游说家 就是苏代 苏代呢他主张的这个观点 是合纵一起来对付西边的秦国 而吕吕他正好是连横也就是要破这个合纵 他联合中间的这一串国家来攻破六国的合纵 所以这个苏代跟吕吕在这个个人的政策上 或者是个人的计谋上两个人正好是矛盾的 这个时候呢吕吕跟苏代都在齐国 而且吕吕是在齐国做国相的 那么他呢就想利用自己在齐国的国相的地位 想要困苏代 困呢就是让苏代陷于困境 代乃为孟长军约 那苏代也要求自保啊 所以呢他就对孟长军讲 周罪于齐智候也 而齐王逐之 而听亲福相履离者 欲取秦也 苏代呢这个时候要自保 他呢能够倚重的人呢就是孟长军 他就对孟长军讲了 说当初的周罪在齐国的时候 周罪这个人呢我们以前提过 他是周国的一个公子 他在齐国的时候 智候也 所谓的智候呢就是极其忠诚 对齐国极其忠诚 而齐王逐之 最后呢他获得的下场 是被当时的齐王给撵跑了 齐王把他连跑是因为他听信了亲福 这个人呢应该是一个在齐国的亲秦派 他听信了手下大臣亲福的这样一个话 让吕礼做齐国的国相 目的呢就是想取秦 这里的取呢就是联合的意思 就是想联合秦国 齐秦和则亲福与吕礼众矣 如果这个齐国跟秦国啊 东西方两个最大的国家要是联合了 那么在齐国的亲福 因为他是亲秦派就跟吕礼 这两个人呢在齐国就会受到重用 有用齐秦必清君 这两个人如果要是有用了 那么齐国也好 秦国也罢 一定会轻视您的 这里的君呢就是指孟长君 君不如及北兵 屈兆以和秦位 收周罪以后行 且反齐王之信 又尽天下之便 那这个时候孟长君呢就问了 说既然这样的话 有什么破解的办法吗 那么这个苏代就讲了 说您不如及北兵 所谓的及北兵就是指 您呢迅速的向北方发兵 也就是来威胁赵国 那为什么要威胁赵国呢 屈赵以和秦位 因为你一威胁赵国 就促使赵国要跟秦国跟魏国联合 因为赵国他也怕你齐国的进攻 所以他为了自保 他肯定会跟西边的秦国 跟南边的魏国 这三个国家联合 如果他们联合了 那正是你要的结果 那你要什么样的结果呢 你就可以收周罪以后行 后行呢就是显示您的后道 您呢就可以把周罪 就是周国的那个公子 给收回来 所谓的收回来呢就是联合 您呢可以联合周罪 来显示您的后行 所谓的后行呢就是提高您的声誉 周罪不是在齐国被联跑了吗 您呢这个时候再把周罪给联合起来 那么您在国际上的地位或者是名声 就会被抬高了 且反齐王之信 又尽天下之变 这句话呢应该是有两个解释啊 因为争议也是比较大的 也就说如果你孟长军这么做了 就能够让齐王失信于秦 因为前边齐国跟秦国不是在屡礼 以及亲服的操作之下联合了吗 那如果你把周罪弄过来的话 说明秦国一定会不相信齐王的 那么秦国跟齐国两个国家 也就不会再合作了 这是反齐王之信 那么另外一种说法呢 说这个反齐王之信 是指挽回了齐王的信用 这里的反呢是指挽回 你这样做呢就挽回了当年齐王 把周罪撵走的那个信用 被您孟长军给挽回了 所以不知道这句话啊 究竟应该是怎么解释 又尽天下之变 这里的天下之变呢 就是指齐国跟秦国联合 造成了各国关系产生的变化 意思呢就是说 您如果要是迫害掉齐国跟秦国之间的联合 那么就禁止了因为两个国家的联合 而产生的各国关系的变化 齐无秦 那么齐国要是没有了秦国的支持 那么整个天下的国家都会向齐国靠拢 这样的话 秦福必走 因为秦福呢 他是齐国的亲秦派 既然齐国跟秦国关系已经没有了 秦福也一定会离开齐国的 那么他要离开齐国 则齐王属于为齐国也 属于就是与谁 也就是说 如果秦福要走的话 齐王还能依靠谁呢 只能依靠您了 您呢也可以获得您在齐国的地位 于是孟昌君从其计 而吕李极害于孟昌君 于是孟昌君呢 就听从了苏代的计划 当然苏代这样做呢 也是为了自保 他把吕李和秦福这两个人给撵走的话 那么自己呢 在齐国也就站住脚了 孟昌君这样做了之后呢 等于他借助孟昌君的手 为自己呢 赢得了这个立足之地 而吕李极害于孟昌君 孟昌君这样一操作 那么那个吕李 因为当时他在齐国是国相嘛 他就非常的恨孟昌君 极害呢 可以理解成是恨的意思 孟昌君聚乃为秦相 攘侯未然书曰 孟昌君这个时候也害怕了 他呢就给秦国的国相 攘侯未然写了一封信 为呢是留的意思 留给秦相未然一封信 书呢就是信 这个信是怎么写的呢 我听说秦国呢 想用吕李来收齐 收齐呢就是联合齐国 而齐国呢又是天下的强国之一 如果齐国跟秦国要是联合了 那么吕李他的权重呢就增加了 于是他有可能会成为齐国跟秦国两个大国的国相 到那个时候为止你的地位就一定会下落的 所以这里边才说子必轻矣啊 所以这里边的逻辑关系呢 要绕一下啊 才能知道这个子必轻矣是什么意思 齐秦相取 以临三进 吕李必并相矣 齐国跟秦国相取 取呢是联合 这两个国家要是互相联合 来兼临三进的话 三进呢就是赵卫涵 那么吕李一定会并相 并相呢就是做两个国家 国家的国相 也就是齐国跟秦国的国相 都会由吕李来承当的 是子通齐以重吕李也 这就是您通齐 通齐呢就是指收齐 也就是指联合齐国来加重吕李 在齐国和秦国的权重啊 齐免于天下之兵 齐朝子必身矣 那这句话又从何说起呢 这里边的理解也是有多重的啊 第一重的意思呢是说 齐国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兵患了 因为跟秦国已经联合了 所以他可以专门对付你魏冉 那他为什么要对付魏冉呢 是因为魏冉的这个彩翼陶 正好呢在齐国的边上 齐国呢也想得到陶这个地方 所以齐国跟魏冉之间呢是有领土纠纷的 那这个时候呢齐国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对付你魏冉 亲国家之力对付你一个国相 这是一层关系 第二层关系呢是因为齐国得到了秦国的援助 而免于天下之兵 大家都不敢打齐国了 那么最终的功劳呢 则会算在吕李的头上 而吕李又跟你魏冉是有矛盾的 所以吕李得志于齐一定会在齐国厌恶你魏冉的 所以齐国整个国家上下也会仇恨你魏冉 所以这里边的关系是非常绕的啊 子不如劝秦王伐齐 齐破 吴秦以所得封子 您呢不如劝秦昭湘王来讨伐齐国 言外之意呢就是不要让齐国跟秦国两个国家联合 要是联合的话对你魏冉是没好处的 齐破 齐国被秦国给攻破了 那么我孟昌军 秦以所得封子 也就是我填文会带你向秦王请求 把秦国这次讨伐齐国所得到的全部奖赏 全部都给你 然后也就是把这个秦国从齐国获得的土地 全都夹在你逃逸的身上 扩大了你逃逸的采意 对你染猴来说 那应该是非常大的诱惑呀 而且齐破 秦未尽之强 秦必众子已取尽 齐国要是被秦国给攻破了 他一定反过来会担心晋国的强大 晋国呢就是赵魏涵三个国家的强大 秦必众子已取尽 秦国的上下一定会以众你 然后魏涵来联合晋国 晋国必于齐而魏秦 晋必众子已取秦 而晋国也就是赵魏涵 当然主要是指魏国 他必于齐 必于齐呢就是因为受到了齐国的打击 所以变得力量呢非常弱小 他就害怕秦国 那么魏国一定会以众你来联合秦国 是子破齐以为公 邪晋以为众 是子破齐定封 秦晋交众子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局面要达成了 就是您然后攻破齐国作为你的功劳 而且呢你又要挟了晋国 以让晋国以你为权重 是你破了齐国 确定了你的封地 那么秦国跟晋国又交相的以众你 若齐不破 吕吕复用 如果这个局面没达成 齐国没有被秦国所攻破 吕吕又被重新启用了 子必大穷 您呢一定会像前边一样被逼到一个非常穷困的角落 于是阳侯言于秦昭王伐齐而吕吕王 于是呢 阳侯听信了孟长君给他写的这封信 上面所讲的话 他就跟秦昭相王讲 一定要讨伐齐国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局面就出现了 吕吕就从齐国逃亡了 后齐敏王灭宋 一交欲去孟长君 后来呢 这个齐敏王把宋国给灭掉了 就变得非常的骄傲 这个时候呢 他就想驱赶孟长君 把孟长君呢给撵走 孟长君恐乃如魏 魏昭王以为相 昔和于秦赵 与焉共伐破齐 而孟长君呢 这个时候也有点害怕了 于是呢 他就奔往魏国 这里的如呢 是逃命 到魏国去逃命了 魏昭王以为相 魏昭王一看 孟长君从齐国来到了自己的国家 所以就让他做了魏国的国相 那孟长君做了魏国的国相之后呢 就非常恨齐敏王 他呢 向西和于秦赵 跟秦国的赵国联合 与燕国共伐破齐 跟燕国呢 联合 共同讨伐 破掉了这个齐国 这里边呢 他说的事实际上就是 越义为燕昭王 率五国之兵破齐的这样一个事啊 虽然在时间上跟太史公记载的有矛盾 但是他说的事呢 确实是这样一个事 当然呢 也有的历史学家认为 孟长君参与各个国家 讨伐自己的母国 啊 这个事呢 应该不是历史事实 在这里呢 我们也就不做 啊 进一步的辩论了啊 齐敏王 王在举 碎死焉 啊 因为越义呢 率领五国之兵 把齐国呢 给攻破了 所以齐国的国王齐敏王 就逃亡在举地 这个举呢 原来在春秋的时候 他是一个国家 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的举县 后来呢 被齐国给灭掉了 那么举呢 就成为了齐国 一个非常重要的都会 齐敏王呢 被越义给打得无家可归 所以呢 他只能跑到举国这个地方 来避难 后来楚国人呢 他派了一个支援齐国的将领 这个人的名字呢 叫闹齿 本来呢 是派他来支援齐国的 但是这个将领闹齿 却在举这个地方 把齐敏王给杀掉了 而且杀齐敏王 用的手段非常残忍 把齐敏王的绞金 给抽出来 用他自己的绞金 把齐敏王掉在了树上 所以齐敏王痛苦的程度 可想而知 嚎叫了几天几夜之后 才痛苦而亡 那么齐敏王死了之后呢 齐乡王立 而孟昌君 终立于诸侯 这里的齐乡王呢 就是齐敏王的儿子 这个人呢 名字叫法章 当时呢 他爹齐敏王被打得到处流窜的时候 法章呢 也是隐姓埋名 留在乡下 给人家做仆人 后来呢 他服务的那家地主 那个女儿呢 看上了法章 就决意呢 要把自己嫁给法章 但是他爹不干 也就是那个女孩子 他爹呢 就不同意自己的女儿 嫁给自己家的仆人 因为他爹呢 并不知道这个法章 是原来齐国国王的儿子 但是呢 这个女儿 嫁给法章的心意已决 说死 说活 是一定要嫁这个人的 所以这个老头呢 没办法 就只能跟自己的女儿 断绝妇女关系 后来 等他嫁给法章之后 占领齐国的越义 已经呢 死掉了 而这个 后来的那个将领呢 明显不是齐国人的对手 所以田丹采用火牛阵 把燕国人呢 又给打回去了 田丹复国 复国之后 他没有国君呢 所以只能找齐敏王 还活在人世的儿子 最后呢 就找到了法章 法章呢 就做了齐国的国王 当然这个过程呢 太史公在这里没讲 法章做了齐国的国王之后呢 就是后来的齐湘王 齐湘王呢 是他的嗜好 当然那个地主 他的女儿 也就变成了王后了 这绝对是那个老头 那个地主没想到的事啊 而孟昌军 忠立于诸侯 所谓的忠立于诸侯呢 就是指他呢 占据这个薛县 而独立于各个国家之间 既不是为了齐国 也不是为了其他的诸侯 无所属 他已经没有归属了 因为想归齐国 齐国不要他 跟别的国家联合 别的国家呢 也认为他是齐国人 可能也不跟他联合 等到齐湘王心力之后 他呢 也害怕孟昌军 与联合 父亲薛公 齐湘王这个时候呢 刚当上齐国的国王 地位呢 还不稳 所以他就非常害怕孟昌军 怕孟昌军起来造反啊 所以他就采用随和的手段 柔和的手段 跟孟昌军来联合 来讲和 而且又一次的亲近了薛公 就是孟昌军 文族 这个文呢 就是孟昌军 最后呢 也就死在了薛这个地方 视为孟昌军 他的嗜号呢 就是孟昌军 当然这个说法跟前边 说孟昌军是他封地的号 是有矛盾的啊 诸子争利 而其位共灭薛 孟昌绝四无后也 等到他死之后呢 孟昌军的几个儿子 大家都争利 也就是争当他的嫡子 来夺这个薛帝的 这个领主的地位 而这个时候 齐国跟魏国联合起来 就把薛这个地方呢 给灭掉了 孟昌军从此之后 也绝似没有后代了 初冯轩文 孟昌军号客 聂军而见之 当初的时候 冯轩 这是孟昌军 手下一个非常有名的门客 他听说孟昌军 非常的好客啊 所以他就穿着草鞋 镍呢是穿 绝呢是当时古人 穿的一种草鞋 来见孟昌军 孟昌军曰 先生缘辱 何以交文也 孟昌军看到他这副德性呢 孟昌军就说了 说先生从远道而来 屈尊来到我这个地方 辱呢是辱身 屈尊的意思远呢是指您远道而来 你用什么来教导我填文呢 那意思就是说 您大老远笨我来了 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教导我吗 冯轩曰 文君好事 以贫 身归于君 冯轩非常时尚啊 他就回答了 他说我听说您好事 也就是好客的意思 我因为太穷了 这里的以呢就是因为 我因为太贫穷了身无分文 已经呢没饭吃了 身归于君 因此我才把我这个身体送过来给您 归附您 孟昌军至转舍 十日孟昌军问转舍长曰 孟昌军说好吧 既然你已经奔我来了 我就给你安排吃住的地方 就把他安排在了转舍这个地方 这个转舍呢就是客馆 也就是那些城中的大贵族私家的宾馆 就把他安排在这个地方 过了十天之后 孟昌军突然想起来冯轩这个人了 他就问转舍长 转舍长呢是专门替孟昌军管理宾客客馆的这个负责人 把这个旅馆的经理呢就给招过来了 他说客何所为 说这些天这个客也就是冯轩他都干了一些什么事啊 答曰冯先生慎贫有一剑耳又快勾 旅馆经理呢就回答孟昌军 他说冯先生这个人确实太穷了 身无分文 但是呢他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就是一把宝剑又快勾 这里的快呢是草绳 勾呢是剑饼 也就是他没事呢就用一根草绳来装饰来捆绑自己的剑饼 因为过去呢古人呢这个士也好门客也好身上都随身携带一把剑 这个剑上边呢有很多有钱的人呢会做一些值钱的小事物 放在自己的剑靶上作为装饰 那没钱的人像冯轩这种人身无分文 不可能为自己的这把剑在剑饼上在安什么值钱的东西 那怎么办呢他也好美呀 那他就用这个草绳往自己的剑饼上呢来捆 也就是用这个草绳来装饰自己的剑饼 这孟昌军一听确实穷到一定份上了啊 而且这个旅馆经理呢还没说完 他说这个课弹其剑而歌曰长夹归来胡时无鱼 他呢把这个剑饼绑完了他还弹他自己的这个剑 弹的时候呢还唱歌边弹边唱这个歌词呢是这样说的 长夹夹呢就是剑啊长夹就是长剑 说长剑啊咱们还是走吧归来胡是走回家的意思 食无鱼说这里边吃饭连鱼都没有太可怜了 孟昌军听到了这个钻舌长也就是旅馆的经理 向他汇报完之后呢估计可能也气乐了 说那既然他说食无鱼吃饭没给他鱼吃 那就给他鱼吧 所以孟昌军呢牵之杏舍 这里的杏舍跟前边那个钻舍就不一样了 说明呢杏舍的地位要比钻舍要高啊 这个条件呢要比钻舍要好 钻舍可能没有洗澡的地方 那杏舍这里边可能有私人的浴室了 可以洗澡了 就把他牵到了高级一点的宾馆 食有鱼饮 而且呢给他的饭里边也加了鱼了 五日又问钻舍长 那过了五天之后呢 孟昌军又想起风轩了 他又问这个钻舍长就是客管的经理 说冯轩这几天又干什么了 答曰客富弹剑 而歌曰长家归来乎出无鱼 那么这个旅馆经理呢又回答了 说这歌他还继续唱 客富弹剑 客呢就是冯轩 冯轩呢又开始谈他的宝剑 又开始唱歌 这歌词是这样说的 长家归来乎 说长剑啊长剑 我们还是回家吧 因为我们出门连车都没有 得靠步行 孟昌军牵之待舍 孟昌军一听 说那他还是抱怨咱们给他的待遇太低了 呗 那就再给他提高一点 所以把他搬到了待舍 待舍那就应该是孟昌军啊宾馆当中的高级宾馆了出入乘于车移出入的时候而且让他能够乘坐车子 五日孟昌军赴问舍舍舍舍舍舍舍答约先生又长谈剑而歌约长家归来乎无以为家孟昌军不悦过了五天之后呢孟昌军又把旅馆经理给招过来问冯轩这两天在干什么旅馆经理呢就回答了说先生又长谈剑 长呢是有一次这个冯先生呢又有一次开始谈自己的那把长剑了歌词呢是这样说的长家归来乎说长剑呢长剑咱们还是回家吧无以为家这里的无以为家呢是指我一个人待在这里我的家都不在这里言外之意呢就是孟昌军要把自己的这个老爸老妈给接过来一块住因为根据战国策的记载呢他并不是这样说的 啊战国策里边记载是孟昌军问说冯公有亲屋说您有父亲母亲吗然后冯轩说有老母孟昌军呢就派人给他的老母吃的喝的让他的老母亲的生活能够有保障所以冯轩呢就不再唱歌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冯轩在这里边他说的无以为家就是指我的老母亲还没有人来赡养呢 孟昌军不悦孟昌军说有一有二不能有再三再四啊你每次都提出来啊说你吃的也没有鱼啊乘坐的也没有车我都给你解决了而且住的地方我也给你解决的越来越好你还不知足你这人太贪了当然呢对心里的这种不满孟昌军并没有表达出来但是呢他心里是非常不高兴的 关于这个冯轩呢在这个孟昌军家里边动不动就谈长甲来唱歌这个典故呢后来被宋代的这个一个著名的词人新继集在他所写的满江红卷客新风里边把这个典故呢也用到了当时新继集呢在词里边是这样说的说谈短甲青蛇三尺好歌谁续谈短甲呢就是指冯轩 谈自己的长剑青蛇三尺把这个剑呢比成是青蛇一共三尺长唱好歌好歌谁续谁能接唱这个好歌呢用的就是这个典故新继集从小的时候读书非常多啊所以在他的词里边经常用点而且这个用点用的也是非常到位啊这句话写得非常好谈短甲青蛇三尺好歌谁续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居七年冯轩无所言又过了一年这里的七呢也可以读成是姬过了一年冯轩呢就不再说话了他也不可能再说话了因为什么因为孟昌军都已经满足了他的要求孟昌军识向其封万户于靴当时孟昌军呢在齐国的权重非常大因为他是齐国的国相而且被封为是万户啊 他的采役削地有一万户以上的老百姓啊他们的租税呢都是供孟昌军来食用的其实客三千人一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钱于靴其实客三千人当时孟昌军养了食客有三千个以上他在采役里边的收入已经不够他来奉养这些门客了 说明这些门客呢吃的喝的用的太多了所以孟昌军呢没办法他也得想招啊得弄钱呢他就派人出钱于靴啊所谓的出钱呢就是把这个他手里边的现款拿到靴地去贷款从这个靴地呢来收这个利息的钱岁于不入岁于就是过了一年之后这个利息呢并没有被收上来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 当初向他借钱的那些人大多都不能够给他利息说明当时的年成啊可能也不太好庄家欠收了想还利息也还不了客奉将不及那么你那边的利息还不上这边呢孟昌军就有点捉襟见肘了客奉呢就是他用来给这些门人啊舍人的这些俸禄已经快接不上了快断催了 孟昌军优之问左右何人可使收债于薛折孟昌军呢就为这个事感到忧虑他就问左右的舍人或者是那些门客或者是那些仆人他说什么人能够让他到靴地去替我收这个利息呢这里的债是利息赚舍长约赚舍长就是当初回答他问题的那个宾馆的经理他呢忽然就想起来一个人 他说戴舍客冯公形容壮貌慎变长者无他技能亦可令收债戴舍客也就是说住在戴舍的那个客人您的门客冯公也就是冯先生他看起来壮貌非常的雄伟说明这个冯玄长得还是非常帅的啊这个体貌雄伟长者这里的长者呢是指他的这个德行啊应该是比较宽厚的 应该是比较厚道的一个人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厚道人无他技能也就是说在您这里白吃白喝啊混了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显现出他有什么其他特殊的这个技能但是呢感觉他应该可以替您去收债可令就是可让他到靴地去替您收利息孟昌军乃尽风轩而请之曰宾客不知闻不孝 姓林文者三千余人孟昌军呢于是他呢就请进来逢宣而且向他做了一个请求他说我手下的这些门人客人不知道我天文是个不孝人这里的不孝呢是不孝不孝谁呢是不孝其父那这个词呢通常都用来比喻说这个人呢他呢不贤能叫不孝 姓林文者三千余人啊这个侥幸的来到了我田文的家里边大概有三千多人住在我这里吃喝用度都在这里易入不足以奉宾客 我的这个彩艺的收入已经不够我来奉养这些宾客了雇出息钱于靴 因此我才想出来这样一个办法啊向靴弟来放款啊让他们呢来给我提供利息的钱出靴钱呢就是指通过放债来收这个利息 靴岁不入但是没想到呢靴弟这个年成不好啊一年过去了这个利息呢也没有被收上来 民坡不予其息民是指靴弟的老百姓坡呢是大兜大兜呢都没有交给我利息也就是当初从我这里贷款的人并没有把应该给我的利息还给我 今客时恐不及愿先生责之现在呢生活在我这里的这些门客他们吃的喝的用的恐怕已经接续不上了 希望您替我去收债这里的责呢可以理解成是收债或者呢理解成是我们现在的要账的意思 冯轩曰诺辞行至靴召取孟昌军前者接会得息钱十万 冯轩呢回答的非常痛快他说没问题诺呢是指没问题 辞行他就辞别了孟昌军前往靴弟到了靴弟之后呢 他就把当初从孟昌军那里借钱的那些人全部都召集过来开了一个会 得息钱十万最后呢得到了利息钱收上来有十万钱 乃多酿酒买肥牛招取钱者能与息者接来不能与息者亦来 皆持取钱之劝书何之乃呢是于是于是呢他就多这里的多呢是大多酿酒买肥牛 也就是这个用这个钱来酿酒而且呢用这个钱来买那些长得非常肥的牛招取钱者把这些酒跟牛全部都准备好了 他就把那些当初从孟昌军那里借钱的这些店户全部都召过来 你能给利息的你也来你拿不起利息的还不起利息的这些人你也过来 而且你们来的时候一定要把你们当初借钱的那个劝书也就是借钱的那个契约啊 那个凭证你全部都带过来合之合呢是指当面验看来这个对证 因为当初呢这个冯玄去的时候他手里边也带着这些契约的因为双方要对起来之后啊 才能够确定谁借钱了谁没借钱 所以他就让这些店户呢也就是借钱的人把你们手里边的那些契约全部带过来 跟我手里的进行这个对证来教对来和验齐为会日杀牛制酒 齐为会呢就是指把这些借债的人全部都给召击齐了 然后呢才开这个会日是指当天当天呢就开始杀牛制酒 把那个肥牛也给杀了开始摆酒席酒憨乃持劝如前何之 能与稀者与为稀贫不能与稀者取其劝而烧之 酒憨是指这个酒喝到一定程度喝得非常高兴的时候 冯玄呢于是就持劝就把他手里的那个契约和前边的那个契约呢就开始对上了 如前何之啊 跟前边的那些店户手里边那个契约就对上了 对上之后呢 他就发布了这样一条信息啊 跟大家说说你们当中这些人能与稀者与为期 你能还给孟昌军利息的这些人 你跟我定一个还债的日期 与为期呢就是与他们来定一个还债的日期 贫不能与稀者 那这里边肯定还有更穷的 还不上的 也就是永远都不可能还得上的 不能与稀者取其劝而烧之 冯玄呢就把他们手里的这个契约拿过来之后 一把火就给烧掉了 曰孟昌军所以待钱者为民之武者 以为本业也 他烧完了之后呢 这些人都傻眼了 说你把这个契约给烧了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不用我们还钱了 然后这个冯玄呢就说了 说你们给我听好啊 我这次来替薛公来收利息 薛公对我是有交代的 他是这样跟我讲的 孟昌军他所以带给你们这些钱 带呢是借的意思 借给你们这些钱 他主要的目的呢 并不是为了他发财 而是为民之武者以为本业也 民之武者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些流氓无产者 啥都没有啊 就是给这些无以为生的人提供一点谋生的本钱罢了 他之所以派我前来跟你们求取利息 为无以奉客也 是因为他已经没钱来奉养他手下的那些门客了 今负极者以邀妻贫穷者焚劝书以捐支 诸君强饮食 有君如此 岂可负灾 今负极者 也就是说你们当中那些相对来说 还算是比较富裕的人 能够还得起利息的那些人 以邀妻你就跟我约定一个还钱的日期 这里的邀呢可以理解成是约 而那些贫穷的人无论怎么做都还不上钱的那些人 焚劝书以捐支 就把他手里的这些契约全部都烧掉 以捐支 捐呢就是弃的意思 也就是放弃这个债务不再跟你们要钱了 把你们的债务呢全部都豁免 这是孟昌君当初呢 让我来的时候交代给我的话 我呢就按照他的话来办 诸君强饮食 强饮食这句话呢 在古代啊经常被用到啊 也就是说 他话的原来的意思呢 就是说您一定要多吃点饭 因为吃点饭之后呢 您的身体才会好 里面所隐含的意思呢 就是说您以后一定要多保重 有君如此 有一个像孟昌君这样的主人 岂可负哉 你们怎么能来背叛他呢 这里的父呢 可以理解成是姑父 是背叛 以后呢不要背叛孟昌君 作者接起再败 那些作者的人全部都站了起来 再败啊 再败就是指败了两次 孟昌君闻冯轩 烧劝书怒而实实 昭轩 宣制孟昌君曰 闻时刻三千人 故待遣于学 闻奉一少 而民尚多不以时 与其兮 刻时恐不足 故请先生收则之 孟昌君听说冯轩 把这个老百姓手里边的 这些契约全都给烧了 他就非常的生气 于是呢 他就派一个使者 把冯轩呢给招过来 冯轩到了之后 孟昌君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骂 他说我田文手下有十克三千多人 因此我才把这个钱放给我的彩翼来收取利息的 带钱呢 就是借钱 现在我田文凤意少 我的凤意呢 就是薛地 少 是指人口少 人口呢 又比较少 而民上多不以时 上呢 是大 上多就是大多 这里边呢 老百姓大多呢 都不按时 以时呢 就是按时 与其兮 与呢 是给 也就是当初他们借我钱了 应该给我利息了 但是大多数的老百姓呢 都不按时把这个利息还给我 克时恐不足 我养的这些食客 他们的饭恐怕都吃不上了 故请先生收责之 因此我才请你替我到薛地去收这些利息的 这个责呢 就是讨要 文先生 得钱即以多具牛酒而烧劝书和冯轩曰然 我听说先生您到了这个薛地之后 确实收到了很多的利息钱 你不给我拿回来 反而就用这些钱 即呢 是就 就用这些钱 以呢 是用 就用这些钱来多具牛酒 具呢 是准备 又买牛 又酿酒的 把他们都召集起来 然后把他们手里边的这个契约 全部都给烧掉了 你这么干 是居心何在呢 你是为什么呢 应该有个原因吧 你给我解释清楚 冯轩就回答了 说 是的 您说的一点都不错 不多具牛酒 即不能避讳 无以知其有余不足 冯轩说 我如果不多多的准备这个牛跟酒 我就不能把他们全部都召集起 这里的必会呢 必是都 会呢 是会合 不能让他们全部都到齐 不能到齐的话 我就不知道 无以是不能 我就不知道他们当中谁是能还钱的 谁是不能还钱的 有余是指那些能还钱的 不足是指那些贫穷而不能还钱的 有余者为妖妻 不足者虽守而择之十年 惜欲多 即即以逃亡自捐之 那些有余的也就是能还钱的那些人 我跟他们重新约定了日期 不能还钱的 不足者 就是那些不能还钱的 你即便 谁呢 是虽然 手呢 是留着 你即便把这个债券留着 你每年都跟他要 即便跟他要了十年 则之呢 就是向他们讨要 即便要了十年 他们积攒的利息越多 也就是狮子多了 不咬人 他利息越多 他越还不起 最后你把他逼急了 他们只能即以逃亡自捐之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老百姓全部都逃了 用逃跑的方式来这个求得对债务的豁免 自捐呢 就是指自弃 也就是自己放弃了这个债务 若即 终无以偿 这里的若即呢 应该是燕文啊 因为前面已经说急了 你把他们逼急了 最终他们也不能偿还你 上则为君 好利不爱市民 那么如果这种情况要出现的话 国王 也就是国君那一个层次的人 会认为您喜欢这个利 而不爱你手下的市民 不爱你的彩翼的老百姓 对你的人品会产生怀疑的 下则有离上敌富之名 什么叫离上敌富呢 这个敌是敌处冒犯的意思 这里的敌上 上呢就是指君上 是指国王或者国君 那么你就会叛离国君 敌富呢就是指敌处有罪责 这里的富呢就是指罪 敌富就是指犯罪 对上对下 你都不可能有好的交代 你就会有离上敌富之名声 非所以利市民张军声也 这种情况要出现的话 并不是所以利市民利呢是激励 你的这种紧的跟人家要债的方法 并不能够激励你手下的市民 就是你彩翼里边的老百姓能够还钱 当然呢也就不可能来彰显你的好名声 焚无用虚债之劝 把这些没有用的虚债之劝呢 就是指那些要不上来的那些死账呆账 把这些账全部都给他烧掉 捐不可得之虚计 这里的虚计呢也是虚债的意思 计呢就是指债券啊 捐就是弃放弃那些你得不到的那些债券啊 那些死账呆账 令薛民亲君而张君之善生也 而且能够让薛帝的老百姓亲赴你 来彰显你的好名声君有何意焉 你还在这里有什么怀疑的呢 你还跟我叽叽歪歪的干什么呢 孟昌君乃副手而谢之 孟昌君最后没办法 于是呢他也只能拍手叫好 而辞谢了而感谢了冯轩 估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反正呢这个事已经干完了 你再责罚他也没用了 只能就坡下驴来称赞 说冯轩你干得好 齐王获于秦楚之悔 以为孟昌君 名高齐主而善齐国之权 遂废孟昌君 齐王呢就是当时的齐敏王 或于或呢是被什么什么东西迷惑 于呢是被 被秦国跟楚国说的坏话所迷惑 这里的毁字呢就是指 在别人耳边说的坏话 以为是认为 认为孟昌君名高齐主 他的名声已经高于了他的国主 这个国主呢就是齐敏王自己 而善齐国之权 善呢是专善 专善的掌控齐国的政权 于是齐敏王就废掉了孟昌君 诸客借孟昌君废 接去冯轩曰 借陈车一圣 可以入秦者 必令君众于国而凤义亦广可乎 诸客呢就是指孟昌君养的那三千门客 看见孟昌君呢失势了 废呢是只被废去 接去去呢是离开 大家呢纷纷呢就离开了孟昌君 另投高就去了 这个时候呢 没走的就是冯轩 冯轩呢对孟昌君讲了 说您别着急 我呢有办法让您恢复往日的荣耀 借陈车一圣 借呢就是给的意思 当然这里的借呢 说的是比较客气 实际上就是说 你给我一辆车 一圣 一圣呢就是指一辆马车 古代的这个马车的标配呢 一般是一车四马 四匹马配一辆车 叫一圣 你借我一辆车 可以入秦者 入呢是进入 我呢可以进入到秦国 去干什么呢 必令军重于国而奉义一广 我这次去到秦国的目的 就是想让您这里的军呢 就是指孟昌君 重于国就是在齐国得到 这个重要的地位 也就是重新受到齐米王的重视 而且你的奉义 也就是你的彩义削弟 比以前还要更加的扩大 可忽说这样做可以吗 孟昌君当然认为这样做可以啊 问题是你能不能做到 但是呢 这个死马就当活马医了 孟昌君呢就决定试一试 孟昌君乃曰车臂而浅之 孟昌君呢 于是就整备车马礼物 这里的约呢可以理解成是整顿收拾 币呢就是指礼品 像那些值钱的玉币呀捐博呀 这些都准备好了 而浅之浅呢就是派遣冯轩到秦国去 关于冯轩怎么让孟昌君在齐国恢复自己的地位 孟昌君其实自己心里呢也是没谱的 但是呢他就任凭冯轩来操作 他觉得冯轩呢应该是有办法的 冯轩乃西岁秦王约 那冯轩呢拿到了孟昌君给自己的这些东西 他就来到了西边的秦国去说服秦王 就是秦昭湘王 他跟秦昭湘王是这样说的 天下之游氏 逢氏结隐 西入秦者 吾不欲强秦而若其 说天下的游氏 游氏呢就是那些碎客 这里的冯呢是通平 凭借的凭 就是凭借氏 氏呢是车氏 那什么是车氏呢 就是在古代的马车车厢的前边有一根横梁 这根横梁呢是供那些坐车的人把住用的 能稳定自己 不然的话这车跑起来的话 车上的人有可能会摔倒 那么设这样一根横梁呢 就是让你把住 你不至于摔倒 这里的冯氏呢就是平氏 说他们凭着这根横梁 结隐 隐呢是马车上边的一个部件 这里的隐呢相当于是那个拉车的缰绳 结隐呢就是牵着缰绳 西入秦者 向西进入秦国 吾不欲强秦而若其 没有人不想让秦国强大 而削弱其国 这里的强跟弱本来是形容词 但是在这里呢 可以看成是磁性活用 形容词呢做动词 逢氏结隐 东入其者 吾不欲强其而弱秦 那反过来讲是一样的 这些天下游士乘着马车 向东进入齐国 没有不想让齐国强大 而削弱秦国的 此此雄之国也 那么这就是齐国跟秦国之间的关系 西边的秦国跟东边的秦国 就好像天下的一公一母 这样两只鸡是一样的 势不两立为雄 势呢就是形式 那根据这样的形式 等于呢两只此或者是两只雄 是不可能并立的 只能有一个赢一个输 雄者得天下矣 雄者就是那个赢的人 最后呢会得到天下 秦王记而问之曰 这里的记呢是指常跪 那什么是常跪呢 就是古人是席地而坐的 平时呢他是跪坐在那里 放松的时候呢 他这个屁股呢 是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 但是一旦碰到 有比自己地位高的人过来 或者是碰到紧急的情况 他们就会跪直身体 像我们现在的跪 实际上在古人呢是坐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叫记 也就是从一种放松的状态 一种放松的跪坐的状态 因为遇到了紧急情况 而突然直起身来 这个就叫记 秦王呢这个时候明显听到了冯玄的话 他就引起了警觉 所以呢他就跪直了身体 问冯玄曰 何以使秦无为此而可 何以呢是如何 说如何才能让秦国 不要做那个母的人 这个母呢就是老二啊 不要成为那个失败者 才可以呢 冯玄这个时候就回答了 王一之 齐之废 孟长君乎 哎这个时候把话题呢 就扯到自己 需要解决的问题上边来了 说大王您 也知道齐国 把孟长君给废掉这件事吗 秦王曰 文之 冯玄曰使其重于天下者 孟长君也 秦昭相王说 我当然听说了 天下两个国家最强大 一个就是你东边的齐国 一个就是我西边的秦国 现在你齐国的政坛上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 我秦王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所以他就回答说我听说了 冯玄就告诉他 让齐国重于天下的人 也就是能够使齐国在天下得到尊重的人 正是孟长君 今齐王已毁废之 齐心愿 必备齐 备齐入秦 则齐国之情 人士之成 近伪之秦 齐地可得也 齐之为雄也 这个时候冯玄呢 就开始把这个真正的目的就亮出来 说现在齐敏王比较昏庸 他呢因为谗言 毁呢是谗言 乙呢是因为 凭借这些谗言呢 就把孟长君给废了 那么孟长君 他的心里边一定是非常怨恨的 怨呢就是恨 他怨恨了 就一定会背叛齐国 想报复齐国 他背叛齐国了 假如说他要到秦国来的话 那么整个齐国国家的国土人情 人士之成 也就是齐国立民的那些真实的状况 近伪之秦 伪呢是交给 他就会全部的交给你秦国 齐地可得也 那你秦国掌握了齐国的国家的状况 那么齐地你也就可以得到了 齐之为雄也 这里的直呢是通 啊 只只要的直 说难道仅仅是做那个攻击吗 也就是说仅仅是做天下老大吗 绝对不是 君即使使 再必阴影梦长君 不可失实也 说现在您赶紧派一个使者 满载着这些货物 或者是那些好东西 必呢就是玉璧 捐驳之类的这些值钱的东西 阴影 阴呢就是暗暗的 不要被别人知道 悄悄地去迎 打枪的不要 去迎接孟长君 机会是不可以失去的 如有齐觉悟 附用孟长君 则此寻之所在 未可知也 如有齐 有齐呢就是齐国 因为过去古代的这个国名呢 通常都会在这个国名 前面加上一个有字 那这里边的齐也是一样的 如果齐国觉悟了 他知道了孟长君在齐国的重要性 他重新又把孟长君给启用了 那么天下的此行之势就会产生变化 那么究竟谁是赢者就不知道了 秦王大悦乃遣车十胜 黄金百亿已赢孟长君 秦昭湘王呢动作还是比较快的啊 他听完之后非常的高兴 于是呢他派遣十胜车 十胜车呢就是四十匹马拉的十辆车 车上的满载的这些黄金 黄金百亿 亿呢是古代的一种计量单位 据说呢是等于二十四辆 也有说等于是二十辆 总而言之呢是拉着十车的这些值钱的黄金 以迎孟长君赶紧向东进入齐国 去迎接孟长君 那冯玄呢看到秦昭湘王已经按照自己的计划开始行动了 所以呢他赶紧先行先行一步 辞别了秦昭湘王 赶紧先行回到了齐国 到了齐国之后呢他就说服齐敏王说 那些天下的游士 他们乘着车子向东进入齐国的 没有不想让齐国强大 而让秦国弱小 而这个天下那些乘着车子 吸入秦国的 没有不想让秦国强大 而让齐国弱小 这里的者字呢是燕文啊 可以把它去掉 福秦齐此雄之国 秦强则其弱矣 此事不两雄 福呢是法语词 秦国跟齐国是此雄之国 也就是一公一母 谁是公谁是母还不知道呢 秦强那么齐国就会弱 反过来是一样的 此事不两雄 也就是这种情况下 不可能两个人都是赢者 只能有一个赢的一个输的 金陈切文 秦前使车时胜 载黄金百亿以赢孟长军 现在呢我听说秦国派遣使者 驾驶着时胜 载着黄金百亿的车辆 前来迎接孟长军 孟长军不惜则已 西路向秦 则天下归之 秦为雄 而其为此 此则临自 吉莫威已 现在孟长军呢 不惜则已 他不到西边的秦国去 那倒没关系 这个呢就看孟长军个人的选择了 但是一旦他要是西路向秦 他进入到西边的秦国 而且做了秦国的国相 那么整个天下都会归附秦国的 秦国这个时候就会成为赢的那一个人 而齐国就会成为输的那一个国家 此则临自吉莫威已 一旦齐国要是输了 那么你国内的这些大都城 像首都临自 还有像都城吉莫这样的城市 就非常的危险了 王何不先秦始之未到 赴孟长军 而亦予之亦亦亵谢之 这个呢是冯宣最终的目的 大王您何不先秦始之未到 等着这个秦国的使者还没来到之前 您呢就恢复孟长军在齐国的国相的地位 而且这还不够 你得给他增加彩艺的数量和户口 以谢之来朝谢他 孟长军必喜而受之 秦虽强国岂可以请人相而迎之哉 孟长军呢他喜欢 而且会接受这些东西 只要他接受了就说明他一定还会做齐国的国相的 秦国虽然是西方的强国 他怎么可以请人家的国相去到自己国家做国相呢 折秦之矛而崛起霸强之劣 这就是挫败了秦国的阴谋 而且断绝了他称霸称强的战略措施 齐王曰善乃使人致敬侯秦史 秦史车事入其境 使还持告之 于是呢 齐敏王就派人到这个国境线上 去等候刺探秦国的使者 秦国的使者 还有他的车子 刚刚进入齐国的国境 是呢 是刚刚 使还持告之 这些使者呢 马上快马加鞭的 回到中央朝廷去报告给齐敏王 王招孟昌军而赴齐相位 这个时候你看啊 这个齐敏王其实还是非常小心的 他不能确定秦国到底能不能派使者前来迎请孟昌军 他必须确定了之后 才能够恢复孟昌军国相的地位 因为他怀疑这有可能是孟昌军派人玩的一个神操作 到那个时候秦国人没派使者来 而我就把孟昌军的地位给恢复了 那显得我齐敏王多笨呢 所以他呢 先派这个使者到边境上去看秦国使者来没来 如果要来的话 说明冯轩这个话是坐实了 他的话是真实的 等确定秦国的使者已经进入齐国的国境了 那么齐敏王开始招孟昌军 而复其相位 才呢 把这个国相的位置交还给他 而且与其故义之地又义以千户 又把他原来那个靴帝还给了他 再给他增加一千户以上的人口 秦之使者闻孟昌军 复向其还车而去矣 那秦国的使者到了齐国之后 听说孟昌军已经恢复了齐国国相的地位 知道呢自己这次已经没办法再把孟昌军给接回去了 于是呢 打马回山还车而离开了齐国 自齐王毁废孟昌军 诸客接去 自打齐敏王 受到了别人的赠毁 而废了孟昌军之后 那么孟昌军手下的那些舍人诸客 全都离开了孟昌军 后召而复之 冯昌迎之 后来呢 这个齐敏王又把孟昌军给召回来 而且恢复他的地位 冯昌 这个时候呢 站在门口就迎接孟昌军 这个知呢 是孟昌军 未到孟昌军太息探约 孟昌军还没有回到齐国的首都林兹的时候 他在路上呢 就叹了一口气 说这里的太息探约 这句话呢 写得太啰嗦了 应该呢 把那个太去掉 把那个探呢 放在太的那个位置 或者是把后边那个探去掉 孟昌军太息约就可以了 这个太呢 就通那个探 也可以 但如果这里太息探约 就显得有点啰嗦 文长浩课 欲课无所感失 时刻三千有余人 先生所知也 这番话呢 是孟昌军叹息着 对冯昌说的 他说我 田文是非常好客的一个人 欲课就是指对待我的舍人 无所感失 我一点都不敢有所闪失 时刻三千有余人 我手下的时刻有三千多人 这是您所知道的 这些客人呢 见到我田文 一日被废了 一日呢 可以理解成是一旦一旦被废了 接背文而去 全部都背叛我而离开了我 莫顾文者 顾呢 是回头看 没有一个人回头看我田文一眼 金赖先生得富其位 可亦有何面目 富见文乎 如富见文者 必唾其面而大辱之 今天呢 依赖您 这个先生呢 就是指风轩 我重新能够恢复了我国乡的地位 这些客人 那么他们还有什么脸来敢再见我田文呢 如果他们敢再见我田文 我一定会当着他们的面往他们的脸上吐唾沫 而大辱之来羞辱他一番 而且是大辱之啊 就狠狠的羞辱他一番 冯轩结佩下拜 孟昌军下车皆知 曰先生为客谢乎 冯轩曰 非为客谢也 为君之言师 这个时候呢 冯轩听了孟昌军说的话之后呢 他就结佩下拜 那什么叫结佩呢 就是把手里边的马的缰绳给他盘起来 因为当时呢 冯轩是给孟昌军赶车的 他们两个人呢 是坐在一辆车上 现在呢他要下车行礼 所以必须把手里的缰绳呢 得处理好 不然的话 有可能这马要跑的话就麻烦了 这个叫结佩 他走下了车子 然后呢跪在了地上去拜谢孟昌军 孟昌军这个时候就有点晕了 孟昌军一看 冯轩行这么大的礼 他也赶紧下车 把冯轩呢 就从地上给接起来 给扶起来 他就说了 说先生为客谢乎 说你给我行这么大的礼 难道是为那些门客来谢罪吗 冯轩说 不是 并不是为他们来谢罪 而是为您说话 说错了 夫物有必至 事有固然 君知之乎 孟昌军曰 于不知所谓也 冯轩接着说啊 说物有必至 这个事物呢 都有必然的结果 必至呢 就是必到的结果 事情呢 有固然 这个固然呢 可以理解成是常理 每件事都有常理 您知道这个道理吗 孟昌军说 您说的太高深了 于是我 这个人比较愚蠢 当然也可以 指代为是自己的虔诚啊 说我比较愚蠢 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冯轩呢 就告诉他 生者必有死 物之必至也 富贵多事 贫贱寡有 事之固然也 说一个人生下来 他肯定是要死的 这就是物之必至 也就是对一个生下来的人来说 死是一定会到来的 是必然的结果 富贵多事 一个人要是大富大贵了 他的眼前 他的门下 就会多很多的人 这里的事呢 就是指那些诸客啊 贫贱寡有 一个人要是贫 没钱 贱就是指地位低贱 那么他就很少朋友 朋友就不多 这是事情的常理 君独不见夫 屈侍朝者乎 然后呢 怕这个孟昌军不懂 冯轩呢 又做了一个比喻 他说您难道没看见 那些赶着去市场的 那些人吗 这里的市朝 就是市场啊 区呢 是同促 就是赶紧往市场跑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赶集 名单 侧间 争门而入 名单呢 是指明天早晨 因为古代的这个市场呢 他开的时候都是早晨开的 他关门呢 也比较早 所以古代的市场呢 他开是有时间的 那么早晨一开门 这些人呢 是侧间 争门而入 侧间是把间斜过来 争门呢 是大家抢着门 往里闯 为什么要往里闯呢 是因为里边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日暮之后 过市朝者 掉臂而不顾 日暮之后呢 就是指太阳要落山之后 这个时候呢 市场已经关门了 掉臂而不顾 掉臂呢 是摇晃着臂膀 这里的掉呢 可以理解成是晃着 晃着自己的手臂 也就是指一种旁若无人的那个样子 而不顾 他们也不会再回头看一眼 非号召而恶目 所欺悟望其中 这是因为他们并不是喜欢早晨 而厌恶晚上 而是他们所想要的东西 所欺悟 就是自己所想要的东西 在其中已经没有了 这里的旺呢 是通亡 逃亡的亡 也就是无的意思 就没有了 因为里边没有他们所想要的东西 所以他们也就不再会对这个市朝看一眼了 金军失位 宾客接去 现在您呢 失去了自己国乡的位置 宾客都离开了您 不足以怨视 这些情况的发生 都是人之常情 不值得 让您怨恨他们 而图决宾客之路 图呢 是指 只要的指 而指是断绝了这些宾客 来到你们家的这条路 也就是说 您这样做呢 正好断绝了这些宾客 归附您的这个路子和门径 愿君 预客如故 我希望您 对待这些回来的客人 还像以前一样 孟昌君再拜约 敬从命以 闻先生之言 敢不奉教焉 孟昌君呢 这个时候也听懂了冯玄的话 他再拜 就是拜了两次 然后说 敬从命以 我恭敬的遵从您的命令 听了先生您的话 敢不奉教焉 怎么敢不遵奉您的话呢 意思呢 就是说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啊 以上呢 就是孟昌君列传的全部内容 接下来呢 太史公按照惯例 对孟昌君呢 做了一个评价啊 太史公曰 五常过靴 其俗 吕礼 帅多 报解子弟 太史公呢 就说了 说我曾经呢 经过了靴地 因为太史公在写史记的时候呢 此前他曾经呢 周游全国去采集民风 了解事实 所以他也来到过靴地 这个地方 根据太史公的观察 这个地方的风俗是履理 履理呢 就是今天我们说的 这个民间基层 基层的老百姓 帅多 帅呢 是大概率 大概率呢 多 报解子弟 报呢 是刚猛 结呢 是不驯服 不听话 大多是这些刚猛 不听话的年轻人 与周虏 周呢 是春秋时候的诸国 这个诸国呢 跟鲁国正好挨着 鲁呢 就是鲁国 跟周国 鲁国 他们的风俗 是不一样的 问其顾 他就了解 这个原因在哪里 说 这个齐国跟鲁国挨得这么近 风俗 为什么这么不同呢 然后有人就告诉他说 孟昌军 昭治天下 人侠 奸人 入靴中 说这些都是孟昌军导致的 他把天下那些人侠跟奸人 全部都招过来 人侠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些 以行侠仗义为己任 好打抱不平的那些人 奸人呢 就是那些流氓 无产者 当然呢 也包括那些犯罪逃跑的这些人 他们全部都被孟昌军给招到了薛帝 这里边 大概有六万余家 这个数量呢 还是非常多的 誓之传 孟昌军好客自喜 誓上传 孟昌军呢 喜欢宾客 而且呢 以此为喜 自己呢 就是以养客为乐 名不虚传仪 这个名声 确实不是浪得虚传呢 这是太史公呢 对这个孟昌军 一生所做的一个概括总结啊 从他的这个总结里边 能看出来 对孟昌军是有包有匾 包的是呢 他能够好客 匾的是呢 他给后代人留下了很多罗烂 他当初招的那些人侠 那些奸人 因为这些人太多了 所以导致薛帝这个地方 民风呢 也不像周国跟鲁国那样 都是讲究礼意 讲究仁德 好了 孟昌军列传呢 我们就读完了 下一次呢 我们就从平原军列传开始读 这个平原军呢 也是战国四公子之一啊 好